这是我见过最惨的穿越男种 穿越前他拥有着这个世界最强的神器 可以吞噬各种魔兽升级 堪称无敌 可因为他自己的过失伙伴被团灭 爱人在自己的眼前服毒自杀 连他自杰也被逼得自爆神器 而穿越后他变成了一个废柴 在危险来临时被队友毫不犹豫地喂给了魔兽 黑风暴招了血盆大口将丘陵压在身下 虽然在他的记忆中有一百种对付黑风暴的方法 可他现在的身体实在太过弱小 眼看丘陵就命丧于此 他的神器至尊神盒突然显现 并散发着一股熟悉的能量波动 在照顾能量的影响下 黑风暴被钉在了原地 并且他身上的能量不断地再向神盒汇聚而去 这个景下丘陵并不陌生 这正是在前世时让他实力暴涨的神界吞噬 只要魔兽的等级不超出他三级以上 丘陵就可以吞噬魔兽提升等级 并获得魔兽的能力 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犹如作弊般的技能 突然一只剑尸破风而来 将已经被丘陵吸干的黑风暴当场射炸 看着这根熟悉的剑尸丘陵喜极而弃 来人正是丘陵前世的会长兼爱人千雪 在前世丘陵还未曾拥有神盒的时候 是千雪及时将丘陵从黑风暴口中救下 他们的故事也正是从那时开始 丘陵对千雪会长了如指掌 随便说说都能蒙混过关 千雪立马表示 丘陵目前还不是他的工会成员 不要叫他会长 丘陵斩钉截铁道 我要加入你的工会 陪你走遍神王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千雪一脸惊讶 你要入会 丘陵满怀期待地答道 嗯嗯 千雪戳了戳丘陵表示 他记得丘陵之前是青狼工会的 丘陵咬牙切齿叙述着 刚刚被队友出卖的经历 千雪会长惊恶万分 怒不可遏 丘陵表示自己要去脱离青狼工会 然后加入千雪工会 千雪默许 转身催促丘陵赶紧出发 他俩便在你问我答中 结伴走进了丛林深处 绿湖镇上的工会事务所里 青狼会长正指责海莉 他认为丘陵时死得其所 觉得神王大陆魔兽众多 治安混乱 死人很正常 不明白海莉为什么要自责 副会长路上陪搭着小师妹的肩膀 耐心地安慰着 突然海莉睁大眼睛看着前方 他惊讶地指着前方道 哎 会长 丘陵他回来了 丘陵此时眼里只有千雪会长 哪还能关注到边上其他人的目光 青狼会长一脸坏笑觉得 丘陵这小子命大 路上陪不以为然 他盯着千雪傲人的身材 认为是千雪救了丘陵 丘陵禁止走向服务台 工作人员热情接待 丘陵一拍桌子霸气表示 要申请退出青狼工会 工作人员微笑着递出合同 客气地提醒退费是 需要缴纳100个金币 丘陵一脸尴尬 他根本拿不出退会费 工作人员继续耐心地解释 为了尽最大可能减少工会损失 每个工会的都有这样的规定 丘陵冷汗直冒 千雪双手环抱在胸前 一脸认真地询问道 你不会连100个金币都交不起吧 丘陵这才意识到 原来上一世有千雪的帮忙 才退会成功 正在想怎么筹钱时 突然一个讨人厌的声音传来 他们寻声望去 正是青狼工会的会长 他告诉丘陵 退会只要原会长同意 也可以不用支付退会费 但是脸上那副细血的表情却表明 他并不会同意丘陵退会 看到这一幕 千雪都忍不住了 大骂他作为会长 居然抛弃会员 简直毫无人性 可青狼会长 对此却满脸不在乎 按照工会条例的规定 当会长不同意退会时 只要打败会长 就可以离开 他表示 这一次 只要丘陵能打败副会长陆上匪 就允许丘陵退出青狼工会 听到这 千雪觉得不公平 原期二阶的魔法师 怎么可能打得过三阶的战士 可他毕竟身为外人 没有权利 插手丘陵工会内部的事情 可丘陵却在案子偷笑 他心里早已有了打算 打一架就打一架 他才不会怂 很快丘陵几人就来到了决斗场 决斗开始前 陆上匪依旧在不断嘲讽 可在丘陵看来 他不过是一个浪费时间的 跳梁小丑罢了 听到这 陆上匪勃然大怒 没想到他敢这么骂自己 随后就拿起大铁锤 朝丘陵猛然发起了进攻 面对他的凶猛攻势 此时丘陵内心丝毫不慌 刚好之前吸收了黑风暴的能力 现在就用他来测试一下 在千雪担心的神情中 面对陆上匪的一击重锤 丘陵仅仅只是一个俯身 就将他轻易躲过 众人纷纷露出诧异的表情 他们没想到丘陵如此敏捷 而丘陵觉得 现在是时候 是是黑风暴的力量了 下一秒 丘陵的拳头 轻轻打在了陆上匪腹部的铠甲上 在他吃惊的表情中 丘陵露出了一抹微笑 只听动的一声巨响 犹如隔山打牛一般 就在丘陵拔出拳头的瞬间 陆上匪被震飞了出去 身体仿佛像一颗炮弹一样 被丘陵看似微弱的一拳 给无情击飞 看着昏厥不醒的陆上匪 青狼会长想不到 丘陵的实力会这么强 而丘陵也终于在心仪的女神面前 上演了一回伴猪吃老虎 现在按照约定 他应该可以退出青狼工会了 可青狼会长却不服 大声说道 这绝对不可能 丘陵一个元七二阶的法师 不可能击败三阶战士 丘陵微微耸肩 表示可能是自己运气好罢了 谁知在见识到丘陵的真正实力后 海莉却开口道歉 并试图挽留丘陵 希望她不要退会 丘陵没想到 这个女人这么厚脸皮 居然还有脸书的出口 在前世她被黑风暴中伤的时候 这帮人连看都没看丘陵一眼 要不是有千雪的出手相救 她根本就活不下来 千雪看着丘陵这么奇怪地看着自己 却不懂她此时在想什么 丘陵连忙回过神来 叫上她就要扭头走人 此时青狼会长也把肠子都毁清了 努力地挽留丘陵 并假惺惺的希望 她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原谅他们 听完她说的话 丘陵内心毫无波澜 因为不杀她已经是自己最大的人词 居然还有脸根 自己求原谅 真是厚颜无耻 青狼会长感受到丘陵的拒绝 顿时气得咬牙切齿 明明她之前还是个二阶的废物 现在竟敢瞧不起自己 想到这 她拉住丘陵的肩膀 就朝丘陵发起偷袭 面对青狼会长的猛然一击 丘陵只是倒头往后一仰 就轻易躲避了她的偷袭 接着丘陵快速俯下身子 叙事待发 青狼会长的这个举动 简直是找死 面对她攻击落空的破绽 丘陵抓住时机 向她猛然逼近 接着双手交叉 使出了黑风暴的技能 暴风招 下一秒 在青狼会长吃惊的表情中 只见一道蓝光闪过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丘陵的力招 已经撕裂了她的防御 丘陵仅仅只用了一招 又将一名三阶战士一击秒杀 随着扑通一声 青狼会长倒了下去 自此 青狼公会的两名大将都已惨败 见此情形 海力都被吓哭了 她连忙跟丘陵道歉 并跪下来 祈求丘陵的原谅 而丘陵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让她抬起头来 这一刻 所有的恐惧和愧疚感 涌上海力的心头 看在曾经是魔法学院同学的份上 丘陵决定放她一马 她让海力赶紧带着两个败将 滚出神王大陆 他们这种人在神王大陆 是无法生存的 而且 丘陵也不想再看到他们丑陋的嘴脸 听完丘陵说的话 海力顿时替似横流 连连说好 仿佛如获新生一般 目送着丘陵和千雪的离开 就这样 丘陵终于退出了青狼公会 离千雪又近了一步 而千雪貌似看出了 丘陵对神王大陆的了解 同时也很好奇 为什么她要隐瞒自己的实力 殊不知 丘陵真的只是一个元七二阶的法师 之所以有战士的能力 是因为有神核的吞噬技能 并不是她自身修炼出来的结果 当然 这个秘密 目前还不能让千雪知道 千雪随后答应了 让丘陵加入公会 但前提是 不能对她有任何隐瞒 没办法 看来丘陵以后 只能先以战士自称 千雪表示自己的公会虽然小 但是待遇很好 并且还夸丘陵选公会的眼光不错 为了欢迎丘陵加入自己的公会 她还将一个亲手制作的雪花徽章 送给了丘陵 并承诺 以后一定会给她更好的 看着眼前的初代徽章 丘陵的内心百感交集 随后把她紧紧握在手里 暗暗发誓 这一世 她一定会护好千雪 可此时千雪却在一旁暗自偷笑 她觉得 丘陵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 接着她问 丘陵来神王大陆的目的 是修炼还是赚钱 可这些都不是丘陵想要的答案 她大声告诉千雪 她的目的是 要让千雪公会 成为神王大陆的最强共会 看到丘陵这副打了鸡血的模样 千雪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她本以为丘陵是个老实人 没想到也这么浮夸 她让丘陵以后不许 再说这种大话 她才不信 随后便宠溺地 捏着丘陵的脸蛋 竟显霸道姐姐的模样 听到丘陵老师的回答后 才满意地欣然一笑 表示自己以后会慢慢调教丘陵的 可是只有丘陵自己知道 刚刚她说的不是什么大话 上一世 他们已经站在了神王大陆的巅峰 这时千雪突然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表示 要带丘陵去见另外一名工会会员 可是出现在这个时间点 应该不是上一世的成员 想到可能另有其人 丘陵变得警觉起来 另一边 在一座豪华公寓内 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 此时正站在床边 看着丘陵和千雪有说有笑的样子 她扭头问向了身后的管家 这个千雪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自己非得要讨好她 并直言说自己并不喜欢千雪这种女人 看着躺在床上的两个曼妙深姿 老管家回答道 这是组长的指令 必须服从 听到这 男人也只能忍了下来 表示自己很快就下楼 公寓外头 丘陵正跟千雪发着牢骚 不一会 一个人影走了出来 表示让千雪久等了 看着眼前男人如此装扮 丘陵不由地愣在了原地 只见男人一身华丽白衣 亲自出门迎接千雪的到来 并捧出999朵玫瑰花 一封貌似情书的信封 显得格外瞩目 可面对男人的大限殷勤 千雪还是委婉地拒绝了 只见男人甩动着额头上的刘海 告诉千雪 信封里有为他准备的惊喜 无奈之下 千雪只能接过男人手中的信件 当他打开信封时 却被眼前的荧幕给惊呆了 这张隐隐发光的卡片 竟然是一张魔金卡 而上面的额度 居然高达5000金币 看到千雪吃惊的表情 男人表示 他的工会刚起步需要花钱 这点小钱随便他花 听到这 千雪很开心 连声对面前这个叫李昂的男人 表示感谢 而李昂嘴上说着 不用还钱 心里却想着 这钱本来千雪也还不起 很快 千雪把丘陵介绍给了李昂 可当他看到丘陵 这副沉默不语 紧握拳头的模样 心里不由地担心了起来 因为在丘陵上一世的记忆里 这个李昂就是个混账 他不但用花言巧语和金钱 疯狂追求千雪 最后还卷走了工会的所有资源 给工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而这一世 丘陵绝不允许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看到丘陵这副紧张兮兮的模样 千雪忍不住朝他大喊了一声 催他赶紧向李昂介绍自己 没办法 丘陵只能顺其自然 于是他主动向李昂伸手问好 随后抱上了自己的职业等级 当听到丘陵自称是五阶的战士 李昂很是诧异 随后他直接无视了丘陵的问候 禁止走向千雪 因为他怀疑丘陵是个骗子 看到李昂如此 丘陵不禁冷笑 果然他这个反应和前世一模一样 李昂坚持认为丘陵是个骗子 他告诉千雪 丘陵只是元气二阶的法师 看到李昂的疑惑 千雪只是欣然一笑 告诉他丘陵近战 秒杀了两名三阶战士 听到这 李昂露出了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可无论他探测多少次 都觉察不出来丘陵的真正实力 毕竟丘陵的身上 只有一丝微弱的魔法元素 完全没有战士所修炼的专有斗气 李昂怀疑丘陵在隐藏实力 他再次提醒千雪 眼见不一定为时 一定要小心骗子 可千雪对丘陵却十分地信任 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李昂万万没想到 他俩才仅仅认识一晚 他对丘陵的好感度 竟然就和他一样了 毕竟自己可是花了一个月 才能像这样接近千雪 李昂眼看千雪坚持 要把丘陵留下 内心很是愤懑 自己花了那么多钱 如今在公会 连T个人的权限都没有 可想起家族的最高指令 李昂平息着怒火 告诉自己必须要忍住 接着他告诉千雪 既然如此 就不再多问这件事了 接着 李昂就对丘陵说起了客套话 并邀请丘陵 一起参加悬赏任务 也好见识一下 他的真正本事 丘陵当然不会拒绝 他可不会给千雪 和这种人渣独处的机会 千雪表示 如果能完成任务 每人就奖励一千金币 李昂听后一脸无语 这不就是 拿着自己的钱 来收买人心吗 随后 他拿出了一个卷轴 说明了此次任务的具体情况 只见卷轴上详细地标注了任务的各个详细要求 为了三千金币的奖励 小队一行人 很快踏上了征途 没一会功夫 他们一行人就来到了目的地 突然 树林传来了仓促的脚步声 一头威武雄壮的朱大哥 此时正面露凶光 上演着一人一株疯狂追逐的戏码 就在男人快要喊破喉咙时 正巧遇到了丘陵三人 可他高兴不过三秒 就被脚下的石头给绊住 随即啪的一声 摔成了一个狗吃屎 看着他这副狼狈的模样 李昂投来了高冷的目光 就像看一个跳梁小丑 随后不屑地说道 真是个没用的废物 另一边 朱大哥貌似也被李昂的气场给吓到了 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而面对眼前的畜生 只见李昂抬起了右手 随后吟唱起了魔法咒语 下一秒 大小不一的蓝色水球 朝朱大哥缓缓逼近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无数的水球 很快漂浮在了身体四周 只见李昂眼神冰冷地发动冰霜长矛技能 下一秒 蓝色水球瞬间变成了锋利的冰刺 朱大哥被扎得千疮百孔 只听嗖的一声 李昂打开掌心 最后帅气地完美收场 他竟然只用了一招 就把朱大哥给秒杀了 朱大哥甚至还没来得及惨叫一声 看到这 黄毛都不禁感叹了一句经典国粹 李昂也沉醉在自己对自己的迷恋当中 终于能在丘陵和千雪的面前露一手 千雪也开心地表示 李昂是一名六阶的魔法师 是工会的最强存在 此时李昂心中正暗自得意 他觉得自己肯定快把丘陵吓傻了 而刚刚被野猪追赶的黄毛 一把抱住了李昂大腿 李昂却十分不耐心地踹了黄毛一脚 让他滚远点 果然神王大陆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随即他还转头提醒千雪 阴阳怪气地暗示 丘陵是骗吃骗喝的人 听着李昂的嘲讽 丘陵根本没放在眼里 杀一头猪并不能证明什么 随着一头又一头的野猪被消灭 李昂每次都能帅气地装逼成功 而千雪也不甘示弱 拿起弓箭 不断地射中每一只野猪 李昂觉得 今天的状态很不错 自己很能打 但是他很快就对一直在后面打酱油的丘陵心声不满 他觉得 丘陵现在一言不发 已经在计划逃跑了 很快 三人就来到了野猪领地的尽头 他们可是四级的汗血野猪 单打独斗必然不能打过 面对数量庞大的野猪群 想要将他们一举歼灭 李昂正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探测丘陵真正的实力 可千雪担心起来 他不同意让丘陵去做诱饵 而丘陵却只是微微一笑 表示没事 自己心里早有成算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丘陵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感受着这惊人的速度 李昂一脸吃惊 殊不知丘陵早已纵身一跃 猛然跳向了高空 眨眼的功夫就跳到了野猪领地的上空 为了在情敌和女神面前证明自己的实力 小野猪们可就惨了 眼看同伴被丘陵一脚踹倒 野猪们顿时把丘陵重重包围 可丘陵却丝毫不慌 野猪来得越多 他就越能打 下一秒 丘陵使出黑风暴的力量 开始屠戮周围的野猪 眼看野猪越聚越多 丘陵继续发动技能 看着嗷嗷叫 冲上来的野猪 他摒弃名神 准备送这些野猪全部上西天 下一秒 丘陵高高跳起 俯视着这群野猪 伴随着眼神透露的森森寒光 一个大招下去 扑通一声 最后一头野猪在 李昂眼前轰然倒下 感受着剑上脸旁的野猪血 李昂满脸不可置信 但是事实就是 野猪一动不动 已被丘陵杀死 他再次怀疑自己的眼睛 李昂瞪大双眼 也想不明白 丘陵怎么会这么厉害 看着倒了一地 横七竖八的野猪 千雪都不由地发出惊叹 丘陵这也太猛了 而丘陵此时 竟然悠闲地烤起了猪腿 原来刚才的热身运动太剧烈 搞得他现在肚子都有点饿了 可是对于香喷喷的烤肉 千雪却更关心丘陵的伤 他心疼地抚摸着丘陵的手 虽然只是简单的皮外伤 但千雪依旧是十分担心 随即便要去给丘陵找药水 看着千雪离开的背影 丘陵感到他 还是那么温柔体贴 眼下自己的身体还是太弱 虽然是以速度取胜 一击就能把四级的野猪瞬间秒杀 但是反作用力 也给他本身带来了伤害 为了提升身体的防御力 丘陵必须要找一头 更为强悍的魔兽 另一边 千雪找到了李昂 询问他对丘陵印象怎么样 看着李昂这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千雪知道自己的眼光没错 李昂面对丘陵和他之间的实力差距 也根本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从口袋中 拿出了一个治疗药水 十分不情愿地丢在了千雪的手里 看着手中的药水 千雪此时的念头只有一个 就是赶紧回去给丘陵治疗 可刚一回头 只见一头体型魁梧的铁角牦牛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丘陵 但是他的出现 对于丘陵来说就是意料之中的事 原来只要击败十只汗血野猪 并焚烧尸体 就能引出野猪领地真正的主人 而他就是面前 这头面露凶光的铁角牦牛 一对锋利的头角 如同被鲜血染红了一般 看着丘陵这副镇定自若的模样 牦牛顿时火上心头 只见他的牛蹄砸地面 地面瞬间被震出了树刀裂痕 下一秒 他卯足了劲 猛然朝丘陵发起了进攻 面对牦牛的强大攻势 丘陵的心里 猛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先用双手抵御着牛角攻击 顺着牦牛的猛烈攻势 丘陵整个人被瞬间顶飞 身体也不由地向后倒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千雪还来不及提醒丘陵 就发生了他最担心的一幕 还没等千雪反应过来 凶猛的牦牛就静止地冲了过来 好在李昂及时推开了千雪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看着丘陵被牦牛拐走 并逐渐消失在视线 千雪顾不上牦牛有多么危险 坚持要把丘陵救回来 面对李昂提出的质疑与担心 千雪也毫不在意 他绝对不会丢下工会的任何伙伴 他流露出坚定的眼神 心意已决 一定要去救人 李昂无论说什么他也不听 可千雪刚想要站起来 膝盖就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洁白丝袜已被鲜血染红 由于吃痛他 还是没能够站起来 最后摔倒在地 看着膝盖上隐隐作痛的伤口 他回想起来 可能是被刚才的冲击给碰到了 李昂上前关心起了千雪的伤势 并要求先给他进行治疗 可在千雪的眼中 他这点小伤 远远没丘陵的情况更为严重 他要咬牙坚持去救出丘陵 因为治疗药水要15分钟才能痊愈 不可以耽误时间 看着千雪这副逞强的模样 李昂心生假慈悲 假人假意的希望 千雪能多依赖自己一些 李昂随手把他搂在了怀里 然后抚摸着他柔顺的发丝 用他引以为傲的泡妞方式 凑近了他的脸庞 可是还没等他深情表白完 千雪一声呵斥 声音大到整个森林里都能听见 抬手就是给他一个拒绝 千雪表示自己毕竟身为会长 眼前的这个男人得放尊重一些 李昂万万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傲的帅气面庞 竟然根本打动不了千雪 要是换做其他女人 他早就得手了 此时 他突然向身后的森林走去 留下千雪 独自一人待在原地 病头也不回地告诉千雪 他要去救丘陵 听到这 千雪提出也要一起去 但以他的伤势 就连站起来都是一种奢望 没办法 千雪只能把一切的希望 都托付在了李昂的身上 另一边 铁角牦牛带着丘陵 不断向前横冲直撞 见此情形 丘陵也觉得 是时候该让这头畜生停下来了 眼看牦牛就要朝一棵大树撞去 原来他想把丘陵给撞死 可丘陵怎么会让他如愿以偿 丘陵顺势一个划铲脱身 瞬间来到了牦牛的上空 还没等牦牛反应过来 就发现 丘陵早已消失不见 下一秒 一头撞在了大树上 看到这一幕 丘陵暗自一笑 果然是个笨头笨脑的家伙 只听轰隆一声 大树被拦腰撞断 凶猛的冲击力 让地面都为之颤抖 随后 丘陵稳稳落在地上 面对牦牛的冲撞 丘陵全身毫发无伤 下一秒 丘陵右手握拳 站在铁角牦牛身后 猛然提升速度 朝牦牛发起了反击 牦牛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先前的攻击落空了 他恶狠狠地扭头 看向丘陵 这一刻 丘陵不再保留实力 他眼神一变 伴随着阵阵的拳风 趁机不备 一拳狠狠打在了牦牛的脸上 只听砰的一声 传来一阵拳拳倒肉的巨响 牦牛的脸都被打凹了进去 可下一秒 他马上又恢复了原状 没想到这头牦牛还挺肉 居然可以毫发无损 挺过丘陵的全力一击 这回牦牛被丘陵彻底激怒了 摸得大声怒吼 身体发出悠悠蓝光 丘陵一愣 原来这是铁角 牦牛的独有技能 随着一声嚎叫 牦牛高高抬起了前脚 对着丘陵使出了蛮牛践踏 下一秒 地面瞬间裂开了无数道裂痕 感受着这股凶猛的冲击力 丘陵整个人都被震飞了出去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打不过狂暴状态下的铁角牦牛 他的双眼早已被怒火染红 仿佛随时都要发动下一次攻击 眼看已经和铅血拉开了一段距离 在他们赶上来之前 丘陵必须要速战速决 下一秒 丘陵召唤出了神盒 这回游戏的主动拳终于该轮到他了 感受着丘陵手中神盒的威压 牦牛顿时变得大惊失色 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不安和恐惧 瞬间涌上心头 下一秒 原本威风凛凛的牛大哥 最后竟然被神盒吓得扭头就跑 看着他这副夹着尾巴逃走的狼狈 丘陵不禁暗自冷笑 神盒就连十二神兽都畏惧三分 更何况像铁角牦牛这种低肩魔兽 丘陵细血地看着疯狂逃命的牦牛 发动技能风暴急走 瞬间就来到了惊慌失措的牦牛面前 他把神盒按在牦牛的头上 就要把他给吞噬掉 此时铁角牦牛像发了疯似的 还想做无谓的抵抗 可是也没有多大用处 他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嘀吼 丘陵感受着神盒的吞噬速度 觉得这一次可要比之前快多了 正当他暗自得意 马上就要拥有铁角牦牛的最强防御时 不料这头蠢牛 竟然被石头给绊到了 还没等丘陵反应过来 失去重心的牦牛 突然后脚朝上 顺着惯性 竟然被顶飞了起来 眼看这头百吨重的畜生 向丘陵猛然逼近 就要压住他 丘陵万万没想到 他猜中了故事的开头 没猜中结尾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森林都在颤动 而丘陵似乎也小命不保 而李昂也听到了这声巨响 他闻声赶来 只见丘陵被牦牛压在身下 还流出了一滩八笔粉 铁角牦牛已经四角朝天 翻起了白眼 而丘陵似乎并没有死 是奄奄一息的状态 见此情形 李昂非但没有为丘陵救治 反而看向了一旁的石头 只见他搬起了石头 带着虚假的歉意 想着不能让丘陵抢走 他在千雪心中的地位 随即高高举起了手中的石头 下一秒 只听砰的一声 手中的石块 朝着丘陵的脑袋狠狠砸下 但令李昂感到奇怪的是 丘陵的脑袋竟然毫发无损 反而像砸在了一个铁球上 看见丘陵没死 李昂开始着急了 再磨蹭下去 就要被千雪看到了 于是他再次举起了石头 使出了吃奶的劲 朝着丘陵的脑袋用力砸去 随着砰砰的声响传来 李昂卖力地砸了无数次 随着他声嘶力竭的最后一击 只听咔嚓一声 石头都碎了 可是丘陵却依旧毫发无损 看到这一幕 早已筋疲力尽的李昂 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 他简直难以相信 这家伙还是人吗 李昂一定想不到 其实丘陵早就苏醒了过来 就是想看看 他到底有什么能耐 见到丘陵说话了 李昂瞬间正在了原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丘陵对他发出了一句 不痛不痒的嘲讽 而李昂就像大白天见了鬼一样 吓得连连后退 随后 丘陵从牦牛的尸体下 慢慢爬了出来 表示要对李昂报仇 见此情形 李昂吓得大惊失色 但还不忘嘴炮 看他这副嘴硬的模样 丘陵的眼神瞬间变了 流露出了一丝杀气 随后他单手举起了牦牛 如同恶魔一般 注视着眼前的废物 李昂被吓得连滚带爬 现在还不是对他动手的时候 不过还是应该教训他一下 下一秒 丘陵走到李昂面前 用力一跺 随着大地的一阵晃动 无数道裂痕 从地面瞬间开裂 这正是铁角 牦牛的专有技能 仅仅只是冲击的鱼波 就把李昂真的口吐白沫 看来丘陵已经掌握了 牦牛的践踏技能 李昂也已经晕厥过去 不省人事 很快 鲜血恢复伤势也赶了过来 看到丘陵安然无恙 松了一口气 对于李昂翻着白眼的狼狈样子 丘陵则解释他 这是被石头绊倒了 等李昂再次从昏迷中醒来 他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公寓内 老管家看到李昂醒了 立马上前表示关怀 李昂转头看向他 问道 鲜血在哪里 老管家告诉李昂 丘陵和鲜血将他带回来后 两个人就去逛街了 听到这 李昂满脸愤懑 咬牙切齿默念丘陵的名字 自从有了丘陵的存在 他在鲜血心中的地位日落千丈 迟早有一天会被丘陵比下去 眼下无论如何 他都要想尽办法将丘陵除掉 于是 李昂吩咐老管家准备十万金币 这一次 他要不惜花费重金 聘请杀手来对付丘陵 画面一转 丘陵和鲜血来到了集市 而鲜血似乎正在跟一个铁匠吵架 原来鲜血在强化装备时 没买保护药水 最后导致他的装备爆了 此时鲜血正满脸不爽 要求铁匠做出赔偿 可是铁匠作为一个商人 赔偿当然是不可能的 鲜血气得就要开口大骂 他是奸商 正在这时丘陵走了过来 鲜血见状马上就要 让他为自己评理 而铁匠却仍然在理直气壮 表示他见过不少 鲜血这样的顾客 但想让他赔钱 那是万万不可能 看着无间不伤的铁匠 鲜血忍不住这口恶气 就要动手 丘陵连忙出手阻拦 打铁匠是会被逐出神亡大陆的 可下一秒 丘陵却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他的手貌似碰到了什么柔软的部位 顿时让鲜血面红耳赤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丘陵收回手 紧张地语无伦次 这下自己可是做了一件 不可饶恕的事情 丘陵连忙跪下 让鲜血惩罚他 表示宁愿自行砍下这只手 也要弥补自己的过错 可令丘陵意想不到的是 鲜血并没有生气 反而安慰他 不必太过自责 可丘陵毕竟触犯了心中的女神 根本没办法原谅自己 下一秒 鲜血拉过他的手 随后缓缓放进了他的手心里 他温柔地让丘陵 还是好好地保留着这只手 表示以后还要用他的手 去很多地方开荒 看到鲜血不但不责怪自己 反而安慰自己 丘陵感动的T4横流 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要加倍练及 壮大工会 而这两个人一系列的举动 在一旁吃瓜的铁匠 却看不下去了 他生气地表示 要赶走两人 而且还要去叫法官 于是 丘陵让千雪先去公园休息 自己来会会 这个不懂得怜香惜玉的铁匠 铁匠还在千雪走后 大骂他是菜鸟 很快 千雪就消失在了丘陵的视线中 可是下一秒 他突然躲在了大树后 听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悄悄埋怨丘陵 居然这么不小心会碰到自己 随后脸上 就露出了一副害羞的表情 原来千雪 刚刚只是强装镇定 他只是不想让丘陵觉得 他是个小气的会长 另一边 丘陵解下了身上的行李 让老铁匠看看 他带来的好东西 当看到眼前的这对泛着红光的宝贝 老铁匠还不以为意 以为是普通的牦牛角 再仔细一看 他顿时大惊失色 这红色的宝贝 竟然是铁牛角 丘陵也看出来 老铁匠确实很识货 随后老铁匠将铁牛角紧紧抱在怀中 表示 他可以用铁牛角打造任何装备 但是丘陵却表示 只要能答应刚刚千雪的要求 铁牛角随便他打造 感到自己受了威胁之后 老铁匠一脸不怨 可是丘陵并没有理会他的情绪 反而问了他各种问题 他问老铁匠在绿湖镇待了多久 在神王大陆 一个铁匠所打造的装备 可以直接影响他的地位 而在绿湖镇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是不会有出头之日的 听到丘陵的夺命追问 老铁匠抚摸着铁牛角 默默感慨 都是因为近年来冒险家的水平低 所以才没有稀有材料 才会让自己一直埋没在绿湖镇这个新手村 说着说着 老铁匠突然老泪纵横 终于忍不住大喊一声 要成为铁匠王的男人 他表示自己也想出人头地 去大城市看看 希望丘陵一定要把铁牛角 让自己来打造 看着老铁匠哭哭啼啼的模样 丘陵不禁嘲讽起来 可是老铁匠却不生气 表示为了可以打造铁牛角 他什么都能答应 与此同时 在千雪这边 他还在公园里等着丘陵 他等来等去天都黑了 千雪不由地担心起来 丘陵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没来 正当他满脸担忧 在想 丘陵会不会遇到什么不测的时候 李昂那讨厌的声音突然从千雪身后传来 而这边老铁匠也和丘陵谈妥了 老铁匠居然赔了一把银色武器 丘陵把武器装进口袋 想着这下千雪应该会很高兴 毕竟这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正当他准备前往公园时 突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脚下一股冷风突然袭来 下一秒 只听嗖的一声 只见一个长着黑童的纹身黑发男 突然朝丘陵发起了攻击 还没等丘陵反应过来 随着砰的一声 丘陵被他一拳狠狠击飞 黑毛露出了一抹邪笑 表示自己要驱走丘陵的性命 下一秒 他腾空一跃 仿佛圆月下的恶狼 再次朝丘陵发起了攻击 只见他握紧拳头 身体如风 双眼如同野兽一般 透露着凶光 随着冬的一声巨响 朝着丘陵的腹部就是一拳 连大得都为之颤抖 感受着这凶猛的一击 丘陵不禁吐出了一口老血 可对方根本就不打算 给丘陵喘息的机会 黑毛再次扯起他的衣领 下一秒 全心之中 汇聚无数紫色电波 随着滋滋的声响传来 黑毛再次用他恐怖的拳头 狠狠砸向丘陵的脸 丘陵感受着这可怕的拳风 下一秒 就被黑毛揍飞出去好几十米远 丘陵被打得昏倒在地上 爬都爬不起来 晕了好一阵子 意识才渐渐恢复 他看着站在眼前的黑毛 知道对方是一名主修攻击的七阶战士 见丘陵恢复了意识 黑毛立马又朝他走了过来 丘陵抹掉了嘴角流出的八笔粉 他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七阶战士来找自己的麻烦 就算吸收了黑风暴和铁角牦牛的能力 自己也打不过面前的这个黑毛 黑毛细血地看着丘陵从地上爬了起来 把趾关节按得咔咔作响 随后一击高抬脚 狠狠踢向丘陵下巴 丘陵整个人都被踹飞了出去 接着撞断了湖边的铁护栏 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 看到这 黑毛不屑地嘲讽丘陵真是废物 而雇主也是人傻钱多 听到这句话 丘陵这才意识到 又是李昂那家伙在搞鬼 很快 他沉入了湖底 只见一头粉色小可爱 正一脸好奇地盯着自己 看着送上门的外卖 丘陵想到 先吸收一只水生魔兽 就能增加在水底的存活时间 没错 另一边黑毛观察湖里平静如常 看到丘陵久久不浮出水面 他以为丘陵是因为害怕自己 一直躲在了水里 想到这 他肚子里突然传来一阵翻滚 貌似有什么东西 正在缓缓如动 下一秒 一条蛟龙式的生物 竟然从他嘴里钻了出来 随着身体的不断延伸 体型也跟着快速变大 全身上下还冒着悠悠的蓝光 只听哗啦一声 就一头扎进了湖里 看着黑毛的邪恶眼神 丘陵知道 对手是一名主攻的七阶战士 他正在湖底思考着 对付黑毛的办法 突然一阵漩涡向丘陵席卷而来 黑毛根本不给丘陵喘息的机会 与此同时 在公园那边 李昂突然询问千雪对他的印象 千雪表示不理解他 为什么会发出这种疑问 李昂却说他只是 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想起了 他们刚认识的时候 没有人来千雪的工会当学员 随即 千雪也表达了自己当时对他的感激 李昂听到千雪这么说 接着就要让他在自己和丘陵之间 做一个选择 千雪都惊讶了 这个问题让他顿时一脸疑惑 李昂家境富裕 十分有钱 而小秋却是工会的实力担当 两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于是他告诉李昂 他跟丘陵都非常重要 希望他们能好好相处 毕竟丘陵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听到好好相处四个字 李昂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表示希望还会有跟他好好相处的机会 这话一出 千雪直言问他什么意思 另一边在湖底下 还没等丘陵反应过来 身体就遭到了蛟龙的连环突击 眼睛完全跟不上他的速度 没想到 黑毛居然养了一只六阶的魔宠 而且还是水中的霸主绿叶独焦 丘陵在水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就连神河也无法吞噬 比丘陵高出三阶的魔兽 这可怎么办 突然 蛟龙发出一声嘶吼 下一秒瞬间来到了丘陵的眼前 死死咬住了丘陵的双手 无论丘陵怎么挣扎都毫无作用 只能眼睁睁等待死亡的降临 很快 他紧紧勒住了丘陵的身体 榨干了丘陵仅存不多的肺活量 随着毒液的慢慢渗透 丘陵的身体被麻痹得无法动弹 在蛟龙的死亡缠绕下 丘陵的意识渐渐消失 这只蛟龙可以自由改变身体的大小 是魔兽中的极品 他现在全身缠绕着丘陵 就是要给丘陵最后一击 蛟龙的脑袋朝丘陵慢慢逼近 丘陵一直等待的时机也终于来临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张开了嘴巴 瞄准蛟龙的七寸位置 狠狠咬下 随着咔嚓一声 蛟龙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所谓蛇打七寸 就是这个道理 被命中要害后 蛟龙瞬间一命呜呼 同时还吐出了一颗神秘的珠子 丘陵定睛一看 这竟然是蛟龙体内的内单 而他在失去内单后 等级竟然直接下降了二阶 那这就意味着丘陵终于可以用神盒将他吞噬了 想到这 丘陵连忙把神盒按在蛟龙的头上 随着吞噬技能的发动 无数能量被吸收殆尽 下一秒 丘陵猛然睁开双眼 刺激的蛟龙很快被丘陵吞噬完成 没想到 丘陵大难不死 还有意外收获 蛟龙死后 他的内胆流了下来 这可不能浪费 下一秒 丘陵挤出了指尖的一滴血 开始对内单进行滴血认主 这条蛟龙果然不是凡物 仅仅是这颗内单 就让丘陵全属性提升了二级 就连身上的伤也被治愈了 这可真是太感谢黑毛这份大礼了 既然如此 那也完全可以不用怕他了 于是 丘陵便装作被蛟龙卷成麻花的样子 钻出水面 当发现丘陵没了动静后 黑毛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丘陵 发出了嘲讽 随后 黑毛尝试换回宠物 可谁知却迟迟不见他的动静 黑毛仔细一看 爱宠竟然瞳孔焕散 难道他已经死透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在他感到诧异时 丘陵睁开了泛着绿光的双眼 还没等黑毛反应过来 丘陵憋在嘴里的一口老痰 就朝他吐了过去 把他射得满脸都是黏乎乎的液体 转眼黑毛脸都绿了 他万万没想到 丘陵竟然会使用毒胶的技能 他捂着双眼哀声嚎叫 自己的宠物到底怎么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丘陵演的好戏 毒胶早就被丘陵在水底吞噬殆尽 这就是舍打七寸 主角不死的道理 正所谓趁他病要他命 下一秒 丘陵闪现到黑毛的身后 朝他的太阳穴发起致命一击 只听砰的一声 黑毛脑瓜子都溅出了鲜艳的芭比粉 另一边的公园里 千雪还在问李昂刚刚那番话什么意思 因为丘陵那么久都没来找他 心里很担心 看着千雪的脸色阴沉 李昂没有继续往下说 而是拉住了千雪的手 表示自己真的很喜欢他 千雪不由自主地躲开他的手 可李昂还在继续问他 能否当自己的女朋友 千雪此时完全没有心情听李昂的告白 随后抽出了自己的手 下一秒 他生气地告诉李昂 他来神王大陆是为了一番事业 而不是和会员谈情说爱 希望以后 他不要再跟自己说这种奇怪的话 听到这 李昂也没想到 像自己这样的高富帅 不知道多少女人为此动心 而千雪却如此无情 千雪冷冷地表示自己 对他真的没有感觉 并给李昂发了一张好人卡 这一下 把李昂给彻底打击了 眼角都流出了一抹不甘的泪水 千雪让他冷静 表示自己 没有侮辱他的意思 李昂却大吼自己无法冷静 下一秒 他一把抓住了千雪的手腕 随后狠狠把他按在了椅子上 千雪大为慌张 问他要干什么 李昂恶狠狠地表示 既然软得不吃 那就来硬的 千雪正拖不开 大声喊丘陵 希望他快来救自己 而李昂却一脸小人得志地说 丘陵已经死了 就在李昂洋洋得意的时候 一个拳头瞬间来到了眼前 下一秒 狠狠揍在了李昂帅气的脸上 随后便飞出了十米开外 丘陵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 终于赶了回来 千雪看到了丘陵 如同见到了救星 丘陵表示 马上就让李昂消失在他眼前 李昂万万没想到 自己花费十万金币聘请的高手 居然被丘陵反杀了 而此时丘陵早已心生怒火 这个人渣 不但想置自己于死地 还想对千雪图谋不轨 那自己只能送他一城了 感受着丘陵散发出来的杀气 李昂顿时大惊失色 下一秒 他召唤出无数兵精 突然朝丘陵发起了魔法攻击 面对突如袭来的冰刺 丘陵却十分淡定 就在冰刺即将接触到丘陵的身体时 只听啪的一声 所有冰刺被瞬间震碎 李昂一脸震惊 他不知道的是 如今这种低阶的技能 对付丘陵简直是不自量力 在寒气的随风飘动下 丘陵静止走向了李昂 李昂害怕极了 连滚带爬地往后退 他万万没想到 丘陵这个新手村的二阶法师 实力竟然堪比八阶的战士 下一秒 丘陵阴沉着脸 就要让他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神王大陆的最强bug 话音刚落 丘陵的身后 浮现出三头魔兽的魂魄 如同猎狱的恶鬼一般 而丘陵的瞳孔颜色 也是瞬时变红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猎物 他抬手就是一拳 直接给李昂帅气的脸上一个猛击 这就是他惹怒丘陵的下场 丘陵随即又接了一个上勾拳 给李昂直接打飞 他浑身散发着愤怒的红光 把李昂打到浮空状态 并且直接飞跃到李昂上方 左一拳右一拳地 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怒火 画面太过于血腥 简直不忍直视 被丘陵一顿操作之后 李昂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他痛得全身嚎叫 而丘陵却表示 这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接下来正片才开始 在李昂的眼里 丘陵俨然成为了恶魔一般的存在 见状他 马上拿家族背景做威胁 没想到 丘陵根本没放在眼里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就不了李昂 他才不管李昂的威胁 反而深深得知 打人先打脸的道理 他的力爪 直接朝李昂的脸抓去 谁知正在这时千雪 却突然开口阻挠 千雪表示 毕竟李昂怎么说 也帮了工会不少忙 虽然也可能不是真心的 但也算欠了人情 听到千雪要放过他 丘陵叹了一口气 既然他这么想 那自己尊重他的决定 随后 千雪拿出了李昂送他的黑卡 像垃圾一样扔在了地上 并表示 从今以后跟他两亲 以后李昂不再是他工会的人 说完千雪转身 便和丘陵离开了 并不理会李昂在地上苦苦哀求 而李昂也是一脸后悔 但世上可并没有后悔药 千雪告诉丘陵 在失去李昂这个大金主后 工会也变得一贫如洗 可丘陵并不在意 因为丘陵关心的只有千雪 只要能时时刻刻看到他 丘陵就已经心满意足 听到这 千雪看到天色已晚 于是把丘陵邀请到他家赞住一晚 可丘陵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主动跟自己喝起了酒来 几杯下肚后 千雪很快就酒精上头 十分霸道地 要丘陵把酒也干了 看着那微微熏红的脸颊 丘陵明明记得上一世 他根本不会喝酒 可是今天 怎么突然要把自己关醉 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酒 丘陵表示 千雪不可以再喝了 正说着 果然看到千雪酒量不行 早就趴在了桌子上 只见他眼神变得迷离 随后缓缓张口 问丘陵是不是跟李昂的心思一样 都是想睡自己 千雪表示 对丘陵现在还不是特别了解 明明有那么强的实力 为什么要来这种不起眼的小工会 他想知道 丘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看着千雪 如同霸道总裁一般的追问 丘陵根本就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谁知下一秒 千雪却抬起丘陵的下巴 要求丘陵看着他的眼睛老实回答 看着千雪楚楚动人的双眼 丘陵让他先回答自己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遇到危险 会喊自己的名字 此时 无数回忆在千雪脑海中浮现 因为他相信丘陵 把丘陵当做了一个值得托付的伙伴 丘陵随即让他继续相信自己的感觉 不要怀疑他了 听到这话 千雪轻轻把手按在了丘陵的胸膛上 还没等丘陵反应过来 只见他用力一推 丘陵头一仰 向后面倒了下去 丘陵一脸惊讶 千雪这是要干嘛 而此时 丘陵已经被千雪避冻在了地上 眼前的景象顿时变得一览无余 丘陵还是第一次 以这样的角度看向千雪 只见他慢慢贴近丘陵的身体 富尔轻声告诉他 他现在是自己唯一信任的人 就算他跟李昂一样的心思 也不会讨厌他 听到这 丘陵的内心突然为之一颤 随后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千雪疑惑地问他 这是怎么了 只见丘陵蛙的一声哭了出来 千雪这副轻浮又妩媚的样子 真的是太让他受宠落惊了 千雪表示不懂 他只觉得丘陵很奇怪 明明实力那么强 却总爱哭鼻子 下一秒千雪直接倒在了丘陵的怀里 他这是睡着了吗 丘陵看着他 很快怀里就传来千雪轻微的打呼声 而他还抓着丘陵的手 丘陵虽然担心他这么睡会着凉 但却是一动不敢动 因为他害怕会把千雪吵醒 于是两人就这样度过了寂静的一晚上 而在另一边 李昂跪在波顿脚下 表示计划失败了 并祈求老爸的原谅 他将一切过错都推到了丘陵身上 波顿听到李昂要霸王硬上弓 非常生气地看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恨铁不成钢 直接抬脚就把李昂一脚踢飞 波顿一听 儿子打算霸王硬上弓 直接气不打一处来 他的意思明明是要李昂讨好千雪 要跟他交朋友 而不是这种肮脏的想法 李昂直接开将 身为一个男人 不可能单纯跟女人交朋友 波顿听完 马上又给他来了一拳 怎么老天让他生了这么一个蠢的儿子 天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东西 他气呼呼地告诉李昂 千雪的身份是夜魂族组长的女儿 他们得罪不起 而李昂却委屈地表示自己 没有看出来 一个穷光蛋会是公主 波顿告诉李昂 这是最近才调查出来的 他要李昂一定要取得千雪的原谅 而至于丘陵 他也一定不会放过 因为波顿家族的名誉 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挑衅 听到老爸要收拾丘陵 李昂一脸开心地开始淋浴 一边唱着歌 开心地就要跟自己的妹子大干一场 正当他沉浸在喜悦之中时 却突然发现 仅仅是自己洗澡的功夫 床上的妹子都凉透了 看着妹子腹部的扒鼻粉 李昂很是震惊 脸色顺变 就在他疑惑之时 黑暗中一双圣人的双眼 正注视着眼前的猎物 画面一转 一夜过后太阳升起 等千雪睁眼醒来 阳光已经洒在了他的身上 在一夜的激情宿醉后 脑袋貌似还昏昏沉沉 就在他努力回想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丘陵给千雪带来了他爱吃的早餐 是他喜欢的油条 还有荷包蛋 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闺房的丘陵 千雪却愣住了 这一幕犹如晴天霹雳 下一秒还没等丘陵反应过来 就被一个枕头狠狠砸中了脑袋 这一下跳进黄河 丘陵也洗不清了 在换好衣服后 千雪要丘陵把昨晚的事情解释清楚 可以想起昨晚的画面 丘陵根本开不了口 他定了定神 告诉千雪 自己一定会对他负责的 听到这 千雪被吓得一脸震惊 赶紧让丘陵把话说清楚 他到底要负责什么 丘陵为了不让千雪想太多 于是随便编了个借口就糊弄了过去 千雪一脸尴尬地问他 自己有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 丘陵赶紧搪塞 说千雪有让他当副会长的想法 一脸天真的千雪表示 工会现在就两个人 如果真的说了这种话 应该先招几个成员进来 或者是用骗的也行 丘陵见千雪相信了自己的鬼话 连忙表示自己会加油 但千雪还是要求丘陵 以后未经同意 不能随意进他的房间 丘陵这才知道 原来千雪昨晚确实是喝断片了 可他自己却是一夜无眠 历历在目 为了缓解眼下的尴尬气氛 千雪提议去任务大厅转一转 丘陵随即表示同意 而在李昂这边 第二天老管家按照惯例 给他送来的早餐 可无论敲了几次门 都不见李昂有任何反应 殊不知 此时李昂的胸口上 一朵雪花状的徽章格外醒目 鲜艳的芭比粉从床边缓缓流下 李昂已经翻着白眼 被人杀死在了床上 画面一转 千雪和丘陵正在寻找着悬赏任务 今天的人好像很多 两个人说着就到了告示栏前 告示栏上贴着五花八门的悬赏任务 而千雪觉得 这些任务都很便宜 非常不划算 这时丘陵发现了一个 七阶暗影龙斩首的任务 只要这个任务完成 就可以拿到一万金币的赏金 而千雪却觉得这个任务 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但丘陵却表示 可以试一试 毕竟他现在也是一个实力男 但是千雪却觉得 还是不要太冒险 现在可经不起损缘 两个人正商量 要不要接这个任务时 一个鸡肉男走了过来 他有着蓝色的头发 并拖着暗影龙的尸体 不但个头比主角高 而且似乎长得还比主角帅 鸡肉男直接跨过丘陵 看向他身后的公告栏 一把扯下一个悬赏任务 这一番操作 直接给丘陵震惊住了 没想到他 已经完成了这个七阶的任务 丘陵紧紧盯着鸡肉男的背影 千雪还问他怎么了 丘陵表示自己只是在看高手罢了 当目前这么看 今天的任务不会那么轻松了 这边鸡肉男到悬赏台来领自己的奖金 没想到 这个刚贴出去四小时的悬赏任务 就已经被完成了 他真的是太嚣张了 而且是仅凭一人之力 就干掉了七阶的暗影巨龙 这一万金币也太好挣了吧 但其他冒险家却在纷纷议论 原来这个男人专门干抢怪的脏活 话音刚落 刚刚议论鸡肉男的冒险家 就被突如其来的卡片瞬间爆头 随即砰的一声倒在地上 转眼就领了盒饭 丘陵和千雪一脸震惊 鸡肉男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了 而鸡肉男却表示不屑 最讨厌别人当着我的面 说我坏话了 这一举动 瞬间把周围围观的人 吓得四散逃离 下一秒 鸡肉男走到了尸体的面前 从脑袋上一把拔下的黑卡 黑卡上沾满了死去冒险家的血迹 鸡肉男满脸嫌弃地说道 脏死了 说完便潇洒地转身离开 继续去寻找他的猎物 只留下一脸震惊的千雪和丘陵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正疑惑来人身份的时候 千雪突然一个屁股蹲摔倒在地 丘陵问他怎么了 而千雪却说 他可能是因为对鸡肉男没有抵抗力 千雪会晕鸡肉男这件事 可是丘陵第一次听说 千雪只言说自己休息 一会儿就好了 让他自己一个人先去找悬赏任务 没办法 丘陵只能再去找找其他的悬赏任务 很快就锁定了 价值七千金币的捕捉陆林沼泽蛙任务 画面一转李昂这边 看到儿子被杀 波顿也闻声赶来 儿子竟然在家中被人暗杀了 他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此时 老管家突然想到了千雪和丘陵 这让波顿不禁陷入了沉思 突然他注意到了李昂胸前的雪花徽章 波顿拿起这枚雪花徽章 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老管家告诉他 这枚徽章跟千雪工会的一模一样 后来因为李昂不喜欢 又还给千雪了 又是这个女人吗 没想到这女人竟然这么狠心 看着眼前和儿子的老照片 波顿回想起了儿子的点点滴滴 紧紧握住了手中的徽章 手心流出了八笔粉 这让老管家大为震惊 赶紧告诉波顿不能这样折磨自己 波顿看着亲生儿子的尸体 不禁老泪纵横 儿子的仇他一定要报 而在另一边的蘑菇林中 一个巨大的脚掌 打破了眼前的宁静 只见一个后背长着尖刺 鼓着大肚子的黄皮牛蛙突然出现 此时正拦住了两个人的去路 男人让妹子看看 这是不是悬赏单任务要求的那只蛤蟆 同时还不忘色蜜蜜地提醒一句 别忘记之前答应的事 只见妹子微微熏红的脸颊 她答应男人 只要挑战成功 就和她在一起 这让男人像打了鸡血似的 瞬间惊虫上头 下一秒 她朝牛蛙猛然发起了进攻 只见她握紧双拳 随着冬的一声 狠狠打在了牛蛙的肚皮上 看着深深陷进牛蛙肚皮里的拳头 她感觉根本使不上力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下一秒就被大肚皮反弹了出去 整个人飞出十米开外 看来这只牛蛙确实有点肉了 可老虎不发威 把人当病猫 很快 男人调整呼吸 随着身体燃起一道黄色烈焰 痘气护体瞬间完成 这让一旁的妹子不禁泛起了花痴 这可是七阶战士才能使用的技能 男人也要开始装逼了 看着她认真的眼神 牛蛙不禁吓了一跳 下一秒 男人突然腾空一跃 谁知一个如来神掌迎面来 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就被黄皮牛蛙一巴掌拍飞了出去 随后狠狠砸进了土里 连扣都扣不出来 看到这一幕 妹子都惊掉了下巴 本想在妹子面前出风头 却没想到装逼失败 可是男人这时 却还责怪起妹子 她甩锅给妹子 让她以为这只牛蛙不会攻击人 很快 牛蛙的剧长再次来袭 不过这一次 男人显然做好了准备 眼看攻击落空 牛蛙竟然使出了降龙十巴掌 打得男人一个措手不及 男人马上使出凌波微步 凌桥闪避 随后他抓住破绽 高高跃起 朝着牛蛙的大眼珠子狠狠砸下 只听砰的一声 牛蛙的眼珠子被瞬间捶爆 巨大的身体也轰然倒下 男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只见他掌心蓄力 黄色斗气 隐隐可见 下一秒如同机关枪似的 朝着牛蛙的下巴 发起了连环暴击 嘴里还不忘欧拉欧拉的配起声音 可在牛蛙看来 这跟挠痒痒似的 只见他张开嘴巴 吐出舌头 一条绿色的怪物 猛然朝男人袭来 在他吃惊的表情中 脖子被舌头给瞬间缠住 这竟然是陆林沼泽蛙 男人万万没想到 还有这一招 怪不得黄皮牛蛙的速度会这么快 原来沼泽蛙作为一种辅助类的青蛙 专门寄生在魔兽的身上 下一秒 陆林沼泽蛙拿着锤子 猛然朝男人砸去 可此时男人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知道 沼泽蛙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智障 只见男人朝着他轻轻一弹 这只小可爱 马上就晕厥了过去 果然不愧是最笨的蛙类魔兽 男人上前把他捡了起来 虽然沼泽蛙是个二货 但他的身价却相当不菲 想到这 男人把他从舌头上扯了下来 接着装进了器皿中 看着眼前价值七千金币的魔兽 这一下可发财了 随后他色迷迷地看向妹子 从现在起 男人多了一个女朋友 他表示 会给妹子住最好的酒店 给妹子画起了各种大饼 听到这 妹子害羞地低下了头 随后缓缓地表示 希望男人可以温柔一点 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次 眼看妹子 即将失去他的第一次 下一秒 却被突然出现的蓝毛肌肉男打断 他正式盯上了白毛男人手中的沼泽蛙 白毛男人下意识地回头望去 随后一拳狠狠打在了对方的脸上 拳头上也冒起了一道白烟 蓝毛肌肉男的鼻子瞬间渐红 白毛男质问他是什么人 鬼鬼祟祟地在后面 蓝毛肌肉男没有理会他 反而舔视着鼻子里流出的八笔粉 看来这个白毛很有意思 很快 他朝白毛脸上反手还击一拳 两人上来就够被对方打了一拳 这下可扯平了 白毛威胁蓝毛再往前靠近一步 就捏碎这只沼泽蛙 他觉得 眼前这个蓝毛的实力不容小觑 于是让妹子把他的腰包扔过去 把沼泽蛙装进了一个低血认主的腰带里 让蓝毛不能强强 而他提议他们两人 用神王大陆的规矩来办事 来一场公平的赌约 白毛用沼泽蛙做赌注 他希望蓝毛也用一个等价物品做赌注 听到这 蓝毛手上的戒指亮起一道蓝光 他觉得白毛太可笑了 下一秒他 直接拿出一万金币来作为赌注 剑前掩开的白毛 想不到 他今天真是走了狗屎运 不但得到了妹子芳心 还遇到了一个送钱的白痴 但是蓝毛却不认为他能赢得过自己 白毛却一眼自信 很快 他就朝蓝毛发起了进攻 可蓝毛仅仅是抬手一挡 这软绵绵的力道 就像挠痒痒一样 这让白毛不得不认真了起来 接着他使出吃奶的劲 朝着蓝毛的脑袋狠狠砸下 但蓝毛却嘲讽 他没有精准度 白毛却嘲讽 他都流血了 还在装逼 只见一抹星红的血液缓缓渗出 而蓝毛仿佛跟没事人一样 缓缓地发出了一个疑问 是吗 话音刚落 就轮到蓝毛装逼了 只见他握紧拳头 下一秒把胳膊肘猛然砸中了白毛的背部 白毛整个吃痛住了 感叹蓝毛的速度怎么这么快 他在蓝毛面前 简直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菜鸡 蓝毛把白毛像箭子一样 放在腿上踢来踢去 场面简直惨不忍睹 不忍直视 而白毛似乎毫无反手之力 他好不容易逃脱蓝毛 在地上站定 表示是自己太大意了 没想到对方这么强 蓝毛反手就是一个嘲讽 说是他太废了 眼看再打下去 脸面就保不住了 白毛赶紧让妹子给他施加治疗 可妹子乃见过这种大场面 紧张得连魔法杖都掉在了地上 妹子赶紧说他手抖拿不动法杖 这可给白毛气坏了 这辅助也太不靠谱了吧 难道是对面请来的演员吗 很快 蓝毛又一巴掌 把他狠狠扇飞 并表示 妹妹你可以随意治疗 我从来不打女人 听到白毛管自己的妹子叫妹妹 气得他起身一跃 就要给蓝毛一个大逼斗 可是他的无能狂怒 在绝对力量的蓝毛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蓝毛嘲笑他的拳头 实在是软绵绵 画面上两个人的力量 形成了悬殊的对比 看到男人被如此羞辱 妹子总算回过神来 马上已经唱起了咒语 只听丁的一声 妹子竟然唱起了爱的魔力转圈圈 这施法前奏 针他喵的墨迹 就在白毛快被打死时 妹子终于发射出了他的治疗光波 下一秒 在蓝毛震惊的表情中 他莫名其妙收到了妹子的红buff 整个人瞬间满血复活 这来自敌人的关心也太温暖了 看到这白毛愣住了 而蓝毛却表示 你们可真都是好人 给敌人送治疗的爱心善举 多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白毛一脸愤怒地 看向身后的妹子 瞬间实话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遇到了这样的猪队友 连治疗术的距离都没控制好 还说不是演员 看着眼前还跃跃欲试的蓝毛 没办法 白毛只能自己靠自己了 在蘑菇林的另一边 秋林和千雪 还在到处寻找着沼泽蛙 而秋林总是抓到绿色的普通青蛙 而他们要找的是 眼睛周围长着小翅膀的青蛙 看到这片池塘找不到 秋林建议去别的地方找 并把刚刚抓到的小青蛙放回了池塘 看来今天只能碰运气了 而就在这时 秋林和千雪发现前面有人 正式打得火热的蓝毛和白毛 只见两人互不相让 定是要奋出个胜负 很快 白毛他使出了自己的独门绝招 欧拉欧拉拳 在无数拳影的交相辉映下 两人的决斗一时间难分高下 而千雪认出了蓝头发的人 好像是他们刚刚遇到过的肌肉男 只见这俩人你一拳 我一拳 打得十分热血 白毛还想趁机偷袭蓝毛 可继高一筹的蓝毛 还是趁机抓住了破绽 一记旋风腿 便踢向了白毛的脑袋 白毛身体整个腾空 大声惨叫 而蓝毛乘胜追击 握紧拳头 给对方致命一击 下一秒 无数拳头朝白毛疯狂输出 画面简直不忍直视 千雪首先看不下去了 大声吆喝 希望能阻止蓝毛 可蓝毛正打得起劲 又怎么会停手 这恐怖的攻势 连大地都未知颤抖 当场建起了千层尘土 把丘陵和千雪两个路人 都给吓了一跳 下一秒 蓝毛肌肉男从尘土中站起身来 居高临下地 看着失败的对手 他摸向对方的腰包 跟自己玩神王赌约 还是太嫩了 蓝毛取出了他的战利品 嘲笑白毛不自量力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看着他手里可爱的青蛙 千雪意识到 这正是他们要找的沼泽蛙 听到又有人对沼泽蛙感兴趣 蓝毛回头看了一眼 感受着蓝毛的气场 千雪也不敢多说一句 蓝毛接着挑衅地问 怎么也对沼泽蛙感兴趣吗 随后随着羞的一声 沼泽蛙瞬间进入了他的戒指 蓝毛伸出手 嚣张地表示 想要沼泽蛙就来抢 而千雪看不懂 为什么沼泽蛙突然消失了 蓝毛表示 丘陵式的明白人 这个低血认主过的空间戒指 是无法硬抢的 除非能拿出与沼泽蛙等家的物品 然后继续跟他来一场神王赌约 只要打赢蓝毛 沼泽蛙就归他们 千雪眼看打不过蓝毛 正打算就此放弃 可丘陵哪能错过这次机会 因为放弃任务 会影响公会的名誉 可眼下并没有跟蓝毛对等的赌约 直到丘陵拿出了手里的 这颗大宝贝 千雪一脸不解地问道 这是什么 为了争夺蓝毛手中的沼泽蛙 丘陵掏出了捡来的大宝贝 谁知却把蓝毛吓了一跳 这可是一颗价值20万的上品内单 蓝毛表示 自己想近距离看一下 丘陵二话不说 递到了他手中 而一旁的千雪 却担心蓝毛的人品 丘陵解释那颗内单 已经低血认主了 不用害怕被抢走 看着这颗散发光泽的内单 蓝毛眼里满是欲望 他太想要那颗内单了 他表示愿意拿出沼泽蛙 并且附上五万金币 希望丘陵 他们可以同意 而千雪一听 五万金币 这是要发大财了吗 五万金币对他们来说 可不是小数目 而丘陵赶紧压住千雪的震惊 表示那个内单之20万 不要被蓝毛骗了 千雪没想到 丘陵居然有这么值钱的大宝贝 并且执意要拿这个内单当赌注 蓝毛一听 先是震惊了一秒 既然敢拿来做赌注 那么想送钱上门 那就成全你 他表示 丘陵一定会后悔的 丘陵让千雪 往旁边避一避 以免被波及 千雪只觉得 疯子才会拿二十万和七千堵 如果输了的话 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丘陵 而丘陵却是自信满满地表示 自己不会输 丘陵和蓝毛两个人的大战 一触即发 蓝毛的眼里全是不屑 很快 他率先发起了攻击 只见他一个瞬步 就来到了丘陵面前 给丘陵都看傻了 下一秒 蓝毛使出自己的相当脚 朝丘陵的脑袋重重砸下 可是被丘陵的轻松 一挡给防御住了 眼看这小子力道不错 蓝毛也提起了兴趣 可还没等丘陵得一三秒 蓝毛转眼把腿一收 一个快速的回旋踢稳稳 命中了丘陵的腹部 就在被踢飞的瞬间 丘陵突然从嘴里 吐出了一口绿色的老痰 射得蓝毛脸都绿了 下一秒 双眼顿时失明 这小子居然用这种 下三滥的招数 可真是卑鄙 而丘陵表示 在神王大陆为了赢 哪有什么手段可谈 蓝毛气急败坏的大吼 一定要杀了你 而丘陵趁蓝毛什么都看不到 抓住破绽 从他身后发起了突袭 可下一秒 眼看丘陵的攻击就要来到眼前 蓝毛突然打断了他 给丘陵脸上来了 结结实实的一拳 这是什么情况 这家伙明明看不见了 为什么还能判断自己的攻击 丘陵不相信 看着已经闭上眼睛的蓝毛 接着再次发起进攻 可结局还是如出一辙 他根本就碰不到蓝毛 丘陵不仅偷袭不到蓝毛 蓝毛还能准确找到他的位置 并发起反击 只见他按住丘陵的脑袋 拳头马上就要逼近丘陵 丘陵抬脚用力地往地面一躲 只听轰隆一声 地动山摇 这竟然是铁角牦牛的践踏技能 趁着蓝毛眩晕的空挡 丘陵朝着他的腹部一头撞去 这铁头弓果然奉效 给蓝毛撞得差点六亲不认 蓝毛挥手就给丘陵来了一个反击 而丘陵也不甘示弱 正要一脚踢向蓝毛时 蓝毛突然抱住了他的脑袋 丘陵抬起一脚 就给予蓝毛下巴一个重创 而蓝毛竟然也用起了相同的招数 予以还击 抬腿用膝盖给丘陵的下巴猛然一击 就来比比看 到底谁的头更硬 感觉丘陵失去了重心 蓝毛抓住机会 就算眼睛看不见又如何 他依旧紧握拳头 而丘陵也很快反应了过来 同样朝他挥出重重的一拳 只听趴击一声 两人纷纷击中了对方的脸庞 下一秒各自朝后方双双倒了下去 蓝毛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这么难缠 看来打人先打脸的道理 大家都想一块去了 而丘陵这边 也是累得在大口喘气 不过这一拳打过来 蓝毛的势力 好像突然恢复了过来 原来丘陵的毒液 只能让对手失明一分钟 可让蓝毛感到疑惑的是 这家伙为什么会使用魔兽的技能 难道是天赋能力吗 此时丘陵也使出了浑身解数 就连肋骨也断了好几根 为了快速结束战斗 只见他掏出蛟龙的内胆 然后将他一口吞下 这个操作让蓝毛愣住了 随着治疗之光笼罩身体 丘陵瞬间满血复活 蓝毛属实 没想到对方还留了一手 不仅如此 丘陵的魔法等级也提升到了四阶 如今用上四阶的魔法 再配合八阶战士的攻击力 丘陵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只见他身边飞起无数碎石 在丘陵的魔力操控下 他们突然朝前方迅速聚拢 下一秒居然变成了一对坚固的岩石拳头 第二回合正式开始 丘陵很快再次朝蓝毛发起了进攻 可面对丘陵的迎面一击 蓝毛仅仅一个侧身就轻松躲避 并嘲笑他身体的负重增加后 速度可变慢了不少 可刚说完 脸上竟流出了一道鲜艳的芭比粉 原来这岩石形态可以自由变化成尖刺 蓝毛中招了 这次打了蓝毛一个措手不及 更加引起了他要杀掉丘陵的兴趣 丘陵望向他的眼神 凭劲冷冽 蓝色的双眸满是嗤之以鼻 还没等蓝毛反应过来 他在看哪里 从地下突然窜出了树道尖刺 差点就让蓝毛断子绝孙 他大骂丘陵不讲武德 这招可是太狠了 可丘陵根本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 下一秒就突然冲到了蓝毛的眼前 面对眼前近乎无法躲避的攻击 蓝毛骗丘陵说他真的躲不开了 却突然反手冲向地面 继续使出祖传的香港脚 在丘陵惊讶的目光中 得意洋洋地发出嘲讽 然后以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 将丘陵的岩石拳套瞬间踢碎 魔法师和战士的能力加在一起 还是打不过自己吗 就当他以为圣券在握时 突然小腿传来一阵刺痛 原来是岩石变成了尖刺 扎进了自己的右小腿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做的手脚 虽然丘陵嘴角留下一抹八笔粉 但是他早就识破了蓝毛的战斗方式 蓝毛所有攻击的发力点 都集中在腿上 所以从战斗开始的那一刻起 丘陵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废了蓝毛的腿 下一秒 丘陵突然闪现到蓝毛的眼前 趁他无法行动的破绽 挥出了这致命的一拳 但是蓝毛依旧不慌 他准备用双手格挡这一击 并且用他剩下的另一只腿 还击丘陵 却不料想 突然丘陵邪媚一笑 改变了自己拳头的方向 随着哐当一声 丘陵的拳头 稳稳打在蓝毛的命根子上 痛得他眼珠子 都要掉了下来 随后直接倒在了地上 再也爬不起来 这一招断子绝孙术 可真是出其不意 丘陵看着滚到脚边的战利品 开心地把沼泽挖减了起来 但是手下败将蓝毛 却依旧不服 打听着丘陵是哪个工会 想改日约他再战 丘陵当然不是傻子 他才不会说出自己工会的名字 然后等蓝毛来报复 丘陵转身便离去 只剩下蓝毛 还在原地叫嚣 这一战虽然一波三折 但还是在自己女神面前大展身手 千雪也很开心 但是却不小心说出了自己工会的名字 丘陵一正 工会名字还是暴露了 果然倒在地上的蓝毛 暗暗记住了千雪工会四个字 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 是可以去交任务了 千雪也想不到 丘陵竟然那么强 并承诺 晚上回去 偷偷给他做好吃的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蓝毛强忍着身体传来的剧痛 他要把今天受到的屈辱加倍偿还 在千雪和丘陵回去的路上 他们看到伤心的妹子正在给白毛治疗 显然 他对自己卖队友的行为十分内疚 他表示自己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 治愈白毛 看着妹子哭得梨花待雨 丘陵这才反应过来 这妹子竟然是他上一世的工会成员小雨 但是这世的记忆和前世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丘陵走上前安抚小雨 摸了摸他的头 看着小雨泛着泪花的双眸 丘陵介绍自己是奇迹 并主动提出替他治疗白毛 丘陵召唤出内丹 让小雨别眨眼 接着他把内丹放在了白毛的胸口上 随着内丹能量的缓缓渗入 奇迹果然出现了 白毛面色开始变得红润 而且呼吸也恢复了正常 他终于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 一旁的小雨非常开心地喊着白毛的名字 看到白毛没事 他终于放心了 但是白毛看到眼前正在为自己担心的小雨时 突然一巴掌将他狠狠扇飞 看到这一幕 丘陵震惊在了原地 小雨毫无廉耻之心 竟然给敌人加血 自己真是倒了霉了 才有他这种猪队友 白毛越说越气 直接握紧拳头 对小雨凶狠地说道 赶紧滚 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小雨一脸委屈 那为什么一开始 他非要跟自己组队 白毛表示自己当初 就是想睡可爱的傻白甜而已 但是现在发现 小雨除了可爱 一点用没有 还说出让小雨赶紧自尽 别坑害别人这种话 听完白毛的一阵嘲讽 小雨顿时心都碎了 哇的一声痛哭了起来 丘陵见状 哪能忍得了这口气 这不就是欺负女孩子吗 还没等白毛反应过来 就一拳砸向了她的脑袋 感受着拳头上的力道 白毛还在疑惑 这家伙到底是谁 在丘陵愤怒的拳头下 只听崩的一声巨响 白毛整个人被瞬间砸倒在地 两道鲜艳的鼻血流了下来 旁边还在哭泣的小雨 也愣愣地看着这一血腥的场面 被打趴的白毛连声哀嚎 这是丘陵给她两个选择 要么给小雨赔礼道歉 要么就继续被打 躺在这里 而白毛却依旧不服 叫削着她是什么奇葩 怎么非要来出这个头 而一旁的千雪也听不下去了 就算走光 也要给白毛补上一脚 直接踢得白毛连滚带爬 摔个狗吃屎 竟然敢打女人 自己最看不惯这种废物渣男了 而白毛还是不服 说他俩乱打人 并甩锅给小雨 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 而一旁老实的小雨还在哭 承认是自己太弱了 但千雪却并不这么认为 打不过就怪妹子坑人 简直就是垃圾 并且侮辱了同伴这两个字 接着千雪就让丘陵 继续教训白毛 而她要去安慰小雨 白毛却仍然不理解 为什么他们要多管闲事 她明明觉得 错的不是自己 就是妹子的锅 可是丘陵并不明说 她把手一抬 无数岁时瞬间 在白毛周围腾空而起 白毛一脸诧异地问她要干什么 丘陵说是在叫她做人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弱就是原罪 而白毛还在大言不惭地 让她少装逼 丘陵冷笑地表示自己 比她强多了 下一秒 石头转眼变成了尖刺 纷纷射向白毛的身体 很快就将她牢牢锁住 丘陵用胜利者的姿态 问她有没有感受到自己的弱小 没想到白毛还在嘴硬 说自己绝不道歉 见状 丘陵决定给她点颜色看看 而白毛还不知道 自己接下来要面对什么 依旧在咬牙切齿地放着狠话 而这边千雪化为温柔大姐姐 给小雨递上手帕 并告诉她不要为这种男人哭泣 她向小雨介绍自己是 千雪工会的会长 她实在气不过 女孩子被一个臭男人欺负 并且真诚地想拉小雨加入工会 小雨泪眼汪汪地问道 工会能收小菜鸡吗 而千雪则是温柔地拍着她的肩膀 表示她只要负责可爱就行了 其他的事不用她做 只要进了她的工会 以后没有人敢欺负她 此番话一出 可给小雨感动坏了 正当千雪还在安慰小雨的时候 丘琳走了过来 告诉他们 对付白毛这种嘴硬的人 不能用常规的办法 只能用非常规的办法来对付 她一脸坏笑 表示沼泽蛙可以派上用场了 而千雪也对小雨发出邀请 让她去观看怎么惩罚坏人 善良的小雨还希望不要 对白毛太狠 她握住千雪的手 说毕竟这件事 她也有错的地方 而千雪却表示 问题不大 白毛道个歉就翻篇 说吧 三个人就来到了被困住的白毛面前 丘琳一脸细血地拿出沼泽蛙看着她 此时她还毫不知情地看着小雨 大骂小雨是渣女 还说小雨就喜欢看着自己被人虐 千雪让小雨不要怕 不要理白毛 有她在 下一秒 只见丘琳在白毛面前 用力地挤压着沼泽蛙的身体 随后 她便喷出了白色粘稠状的液体 白毛依旧在嘴硬 让丘琳有什么招数金管事 没想到 丘琳专之不服 在她连续的挤压下 沼泽蛙不断向白毛喷射出白色粘稠状的液体 不一会的功夫 白毛整张脸都布满了沼泽蛙的精华 丘琳究竟是要做什么呢 这场景也太猥琐了 千雪和小雨都一阵无语 怎么能让妹子看这些呢 只见丘琳收回了被榨干的沼泽蛙 此时白毛内心有无数个草泥马 她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要受到这种待遇 这时丘琳又继续教她做人 她觉得 白毛跟小雨的关系 不仅仅是队友 问她俩的关系是什么 白毛表示 小雨只是她众多女朋友中的一个 丘琳心想 原来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前世的小雨 正是因为被男朋友抛弃 所以才被千雪收留 她还记得 小雨当初绝望的眼神 虽然前世并没有见过小雨当时的男朋友 但是现在看来 当时她的男朋友 正是眼前这个白毛 她刚刚就不应该就白毛 但已经这样了 就让小雨看清楚 眼前男人的真实面目 她大声呵斥着白毛 作为一个只会怪女人的废物 就应该跟小雨道歉 白毛依旧不服 还在生死力竭的辩解 丘琳则直接撕掉她仅有的一点面子 即使有小雨的帮助 在刚才那么强悍的蓝毛面前 白毛依旧是个废物 而小雨却一直在耗尽她的魔力 帮白毛维持生命 小雨对她的真心天地可见 但是她的真心换来的 却是白毛无情的耳光和抛弃 难道仅仅是因为战争中的一次失误 就不可原谅吗 既然不是真心喜欢 为何一开始要对她穷追不舍 听到丘琳的一番灵魂拷问 谁知白毛却不屑一顾 表示自己怎么可能会真的喜欢小雨这种废物 此话一出 小雨再一次心碎 果然这个男人之前都在给她花大饼 白毛表示 小雨只不过是她无聊时找的玩物 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 听到这 丘琳感到一阵恶心 连看都不想再看到她一眼 留下满脸 还是粘液的白毛 扬长而去 让白毛独自等待他人的救援 千雪很好奇 丘琳到底在白毛脸上射了什么 原来那是沼泽蛙的体液 现在正处于春季 是蛙类魔兽的繁殖旺季 而沼泽蛙的体液 能吸引大量的异性 蛙类也正好帮她解决一下生理需求 此时白毛这边 一只粉刺的小可爱 忽然闻味而来 就在白毛感到好奇时 小可爱张开了她迷人的嘴唇 下一秒 朝白毛纵身一跃 看着小可爱的烈焰红唇 白毛的眼里充满震惊 没错 小可爱丑女蛙 给她来了一个深情的香吻 白毛感受着嘴里传来的恶臭 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接下来 有更大的惊喜 正在向她源源不断地赶来 越来越多的小可爱 都想一吻她的方泽 看到白毛此时惊慌失措的表情 千雪都要笑吐了 丘琳告诉小语 如果她不满意对白毛的这种惩罚 她还可以有别的惩罚项目 小语觉得 丘琳可能听了千雪话 想拉她入火 才故意这样做的 她让丘琳放过了白毛 看着被丑女蛙的口臭 虚晕了的白毛 小语终于哈哈大笑 这笑声震耳欲聋 让千雪和丘琳两个人 突然不知所措 下一秒她竟然怀疑 千雪是百合 才和她这么亲近 这让千雪一脸无语 不过同时 小语也对丘琳表达了谢意 让她看清了 什么是渣男 原来渣男都只是缠她的身子罢了 丘琳感受到 小语还跟上一世一样 一点都不坦诚 她其实根本不敢面对 真正对她怀有善意的人 看到自己的伪装 好像被拆穿 小语一震 苦笑过后 还是拒绝了千雪跟丘琳的邀请 表示自己还是自生自灭吧 她不想拖累伙伴 跟她组队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说完便一蹦一跳的 潇洒地消失在千灵和丘雪的视线 看着小语离去的背影 千雪只觉得 她是个奇怪的女孩 不过丘琳却知道 她越是拒绝 就说明她越喜欢她们 只是对自己不自信 不想拖累对她好的人而已 小语只是在强颜欢笑罢了 千雪觉得 丘琳好像对这个女孩子很了解 而且自己也很喜欢小语 如果以后还能见面 一定要拉她入伙 丘琳则自信地表示 自己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小语 眼下还是赶紧去教任务 比较重要 画面一转 在波顿家族宅邸 波顿提着灯 走进幽暗的地下室 这里正观着一个红发肌肉男 看着眼前被铁链牢牢锁住的红发男 波顿缓缓开口 好久不见 原来这个男人 正是波顿的私生子 卢比斯 波顿沉重地告诉卢比斯 自己弟弟李昂的死讯 可是卢比斯没有一点反应 毕竟他是一个冷血无情的怪物 波顿直言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和那个女人生下了他 随着嘴角的一抹邪笑 卢比斯终于正眼看向了他的父亲 让波顿有屁就快放 谁知 波顿却拿他母亲做筹码 说 只要他能替李昂报仇 波顿就承诺帮他找到母亲 听到这 卢比斯表情严肃了起来 他眼神灵力 下一秒嘴角一弯 警告波顿 最好不要骗他 问波顿想杀掉谁 只见波顿伸手摸向了口袋 随后将照片扔向卢比斯 照片里的人正是千雪和丘陵 卢比斯看着地上的照片 没想到区区两个人 竟然能让波顿走投无路 开口向私生子发出求助 想必他们的背景一定不简单 波顿脸色一沉 随后说道 这个女人是当今最强盛的家族 夜魂族族长的女儿 卢比斯疑惑 这种大人物 也可以出现在这种地方吗 而波顿表示 他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 他负责除掉这两个人就好 但是不能让外界知道 卢比斯是他的私生子 卢比斯听后嗤之以鼻 自己本来就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而另一边千雪和丘陵 开心地拿着沼泽蛙去领了赏金 千雪表示 这种有钱的感觉真好 还给这些金币 规划了各种各样的用处 小宇则一直在尾随千雪和丘陵两人 殊不知躲在墙角的他 早已经被丘陵觉察到了 于是他悄悄告诉了千雪 并打算把小宇也拉进千雪工会 交谈间 两人的额头无意间碰撞了一下 下一秒两人对视 四目传情 只见千雪脸颊泛红 害羞地问丘陵 还记不记得 之前答应他的工会福利 现在就把他结算一下 随后他慢慢贴近丘陵 就在丘陵感到疑惑时 千雪霸气地让他别动 还没等丘陵反应过来 千雪一把按住了他的手臂 随后朝丘陵亲吻了上去 感受着唇上炽热的温度 丘陵感觉自己都快要沦陷了 这一切仿佛像做梦一样 身体也变得酥软了下来 而这一幕 正好被躲在墙角后面的小雨看到 他可算是吃了个大瓜 不一会儿 千雪擦了擦嘴角 告诉丘陵 今后是他的人了 希望他一定要守好难得 此时 丘陵早已瘫软在了地上 看着他这傻乎乎的模样 千雪微微一笑说自己先走了 让他早点回来 并温柔地说出了 我等你三个字 空气里弥漫着爱情的气息 但丘陵却惊慌失措 虽然他也想一直守在千雪身边 可是以自己现在的能力 无法给千雪一个安全的环境 另一边 小雨还没有从羡慕的思绪恢复过来 转眼就找不见人了 怎么吃着吃着狗粮 主角还不见了呢 此时 一个声音从后方传来 丘陵竟然趁他不注意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小雨大惊 问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丘陵一个耍帅 跳到他面前 拖着下巴问他 有没有考虑清楚 要不要加入千雪工会 可小雨却说 自从丘陵羞辱了白毛之后 白毛和会长一直在寻找他们 就是为了一雪前耻 而小雨因为担心丘陵 所以默默跟着他们 以防万一 而他也拿不出 一万金币的退会费 丘陵再次让小雨不要害怕 只要他进了千雪工会 丘陵可以照着他 可是小雨却说 自己的会长很厉害 让丘陵千万别惹他 听到这 丘陵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他本来也一直以为 神王大陆没有一个好人 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丘陵伸手摸向了小雨的脑袋 随后温柔地说道 其实在你的内心深处 也很渴望获得真正的同伴 对吗 小雨露出了委屈的眼神 说丘陵根本就不了解他 丘陵自信一笑 根据潜意识的记忆 很快说出了小雨的身世背景 还有他不为人知的遭遇 总之 孤身一人的小雨 没有真正的朋友 有的只是身边的好色之徒 不怀好意地带他完成任务 听到这 小雨满脸不可置信 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事情这么清楚 只见丘陵微微一笑 表示这些都是他告诉自己的 因为在很早以前 他们就是同伴 接着 丘陵用手指指向一个方向 告诉小雨五秒之后 白毛会和一个大汉 会出现在这里 小雨这很疑惑 这怎么可能呢 于是 丘陵自信地开始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随着五秒倒计时 在小雨震惊的表情中 两个熟悉的人影 果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被人拿青蛙 喷了一脸精华 该怎么办 当然是找大哥 替自己报仇 看着一脸淡定的丘陵 大哥怎么也想不到 白毛就是居然败给了 这个小毛海 白毛见有人给他来撑场子 直接大吼 就是丘陵不给他面子 丘陵则冷冷地 看着这两人 大哥却说 白毛真给他丢人 居然输给一个小毛孩 他一步闪现到了丘陵的面前 你这小子 居然敢动我山中工会的人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谁知丘陵却毫不示弱 让对方赶紧娇叫自己 怎么才能知道 看着两人剑拔弩张的样子 小雨在中间不停打着圆场 可在大哥的眼里 这个连治疗术都放不准的废物 根本没资格跟他说话 居然还有脸站在这里 让小雨赶紧滚 听到这 丘陵低沉着脸色说道 不 他不用滚 而是你滚 大哥还怀疑自己听错了 有人敢这么跟自己说话 丘陵再次一字一句地重复 我 让 你 滚 还没等大哥反应过来 就被突然出现的 一记重拳杂重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在白毛和小雨震惊的表情中 在丘陵一脸自信的意料中 下一秒 大哥突然跪在了地上 瞬间失去了意识 随着扑通一声 身体倒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白毛满脸不可置信 不是给自己撑场子吗 怎么就先倒了 谁知丘陵却看向了小雨 让小雨给大哥治疗 这么近的距离 应该不会打偏了 可小雨却担心 把他治好后 又要找丘陵麻烦 只见丘陵自信地摇了摇手指 告诉小雨 就当这一次 是好好练习一下辅助技能 把大哥治好以后 大哥那边 也不会再找他麻烦了 看着月月浴室 还想再打一下的白毛 丘陵也劝他 最好别插手 不然就给白毛腿打断 看着昏厥不醒的大哥 小雨音唱起了治疗咒语 很快就把人就醒了 只见大哥猛然一个翻身 十分警惕地 盯着眼前的丘陵 这臭小子 竟敢偷袭劳资 而且丘陵心想着 怎么能算偷袭呢 顶多算是个名席吧 而大哥还在狡辩 明明就是偷袭 不然自己不会中招 而丘陵却不屑地表示 是他自己过于自信 才露出了全身的破绽 一向好面子的大哥一听这话 顿时感觉脸面无光 就连上去关心的白毛 都无辜躺腔 大哥大声吼着白毛 如果敢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 饶不了他 白毛看到大哥真生气了 冷汗直流 连忙说着到了 说着 大哥紧握双拳 就要在丘陵那边找回面子 大哥的怒火涌上心头 只见他浑身燃烧着金色的斗气 如一头愤怒的雄狮 朝着眼前的丘陵 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作为山中工会的会长 他岂能忍受这般奇耻大辱 感受着眼前凶猛的拳风 只听嗖的一声 如一道利刃划破空气 掌风朝着丘陵的方向一闪而过 可下一秒 他却大惊失色 人怎么消失不见了 此时背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可要注意自己的身后 听到这 大哥猛然回头 随即朝声音的方向一拳挥去 可身后的人影瞬间消失不见 下一秒 丘陵竟然站在了他的手臂上 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眼前的傻大哥 并向大哥发出嘲讽 你在与空气斗智斗勇吗 大哥怎么也想不到 丘陵这小子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下一秒 他回手一掏 趁丘陵在落地之前 他咬紧牙根 挥出了只致命一拳 臭小子 受死吧 面对突如袭来的一击 就连小雨也不禁担心了起来 白毛也在旁边给大哥呐喊加油 谁知丘陵只是微微一笑 下一秒 他居然张开了双臂 眼看拳头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的眼神骤然一变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丘陵的双拳 狠狠打在了对方的拳头上 只听咔嚓一声 大哥的骨头瞬间断裂 一股钻心的疼痛也随之传来 大哥发出了一阵痛苦的哀嚎 丘陵当然不会给他喘息的机会 紧接着一个肘肌稳稳命中大哥腹部 趁他失去重心 丘陵高高抬起了右脚 随后朝着他的脸猛然踢去 只听砰的一声 大哥的脸都变形了 在丘陵冷冷的眼神中 大哥整个人都被踢飞出去 下一秒狠狠地砸在了墙上 连抠都抠不出来 白毛看到这一幕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自己的大哥就这么被人揍扁了 只见丘陵继续看向小雨 让小雨别愣在那看戏了 身为治疗法师 要时刻注意同伴的状态 是的 大家没看错 这傻大哥又双弱灼晕过去了 画面一转 千雪正在菜市场上 挑选今天晚上的食材 他从卷心菜挑到马铃薯 从马铃薯挑到西红柿 心想一定要多给丘陵补充营养 但是这种精挑细选的速度 让老板娘都急了 原来千雪给人家捏坏了好几个西红柿 是觉得他买不起吗 一气之下 千雪打包了所有的菜 但是买完又后悔了 自己好像根本拿不动 收到了一大笔钱的老板娘也在怀疑 她一个人能吃完这些菜吗 千雪却表示 这些菜总会有人吃完的 毕竟还有丘陵在 只见她用自己的小身板 拉着满满一麻袋的菜转身离去 没过一会就觉得实在拉不动了 累得气喘吁吁坐了下来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 需要帮忙吗 千雪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长着红毛的肌肉男 站在了身后 正是波顿组长的私生子卢比斯 卢比斯上前 用自己油腻腻的话术搭讪千雪 千雪很好奇 这家伙长得怎么有点像李昂 但本着不跟陌生人说话的原则 千雪还是拒绝了他 但卢比斯可不管他的拒绝 没等千雪反应过来 就轻轻松松就把麻袋抗在了肩上 嘴里 还继续念念有词 说着油腻的话 千雪见他非要帮忙 也非常不理解 这个油腻男到底要干嘛 而卢比斯这时还在催他 要让他赶紧为自己指路 不然不知道要把食材抬哪去 千雪一脸无奈 遇上这么个自作主张的油腻男 还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麻烦他了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千雪的家门口 为了感谢卢比斯的帮助 千雪表示他 也想为卢比斯做点什么 他不想 欠一个陌生男人的人情 见千雪执意要感谢自己 卢比斯提出 让千雪请他吃顿饭 毕竟这个年代了 有什么事 是不能一顿饭解决的呢 说着 千雪就让卢比斯进屋座 说自己的厨艺绝对不会让他失望 听完这话的卢比斯 却不怀好意地暗自一笑 那他可要好好品尝了 画面一转 在丘琳这边 他还在继续教白毛的大哥做人 在这一段时间 这个可怜的傻大哥 不断被小雨治疗 也不断地被丘琳当作沙包一样虐待 小雨都已经治疗了十次 也给他累得不行 但丘琳让小雨再忍耐一会儿 表示很快就要结束了 小雨没办法 只好哼了一声 继续给大哥治疗下去 白毛眼看着大哥被虐 也无能为力 只能口嗨 恶狠狠地骂着小雨 随着大哥头顶冒出的一阵绿光 大哥又双弱灼苏醒了过来 急忙喊停 让小雨不要再治疗自己了 他觉得 丘琳和小雨两个人就是魔鬼 为什么不能让自己晕倒之后自然醒 求丘琳和小雨做个人 别折腾他了 而丘琳却冷笑道 让他不要放弃治疗 除非大哥同意 他把小雨带走 大哥一听就急了 小雨的退会费 要一万金币 怎么可以让丘琳把他白白带走 可是丘琳却表示 小雨已经救了他十次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 可以继续让他救 自己继续打 大哥一听这话 马上就怕了 让丘琳马上把小雨带走 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小雨听到这个 开心坏了 而白毛却不理解大哥的做法 觉得是太便宜小雨了 当初说好的 让小雨在神王大陆混不下去 没想到话还没说完 大哥反手就是一巴掌 站着说话不要疼 张口就来 就知道看戏 挨打的不是你是吧 白毛一看大哥怒了 只能捂着脸 言声道歉 看着这两人一番闹剧 丘琳表示没意思 拉上小雨就要离开 没想到这时 大哥却拦住了丘琳 大哥给丘琳发出了工会邀请 希望丘琳这种强者 可以加入他们 甚至自己可以把一会之长 也让给丘琳 可丘琳才不买他的面子 他说 这种工会仗着实力 就随便辱骂会员 手下心声不满 但也敢怒不敢言 看在小雨的面子 丘琳还送给了大哥一句话 希望大哥今后能多爱护自己的手下 水能再周 亦能复周 没有爱的工会 终将会毁灭 说完这句话 丘琳拉着小雨 就潇洒离开 把还在猛逼状态的大哥 还有白毛留在了原地 大哥回过神来 喃喃自语道 难道真的要以爱为本吗 而一旁的白毛赶紧劝他 不要被丘琳蛊惑 自己都是因为实力雄厚 才追随他的 可是大哥却感叹道 像丘琳这种强者 如果不能为他所用 那最后就只能成为自己工会的敌人 而且还是最可怕的敌人 画面一转 在千雪家里 卢比斯正在狼吞虎咽 根本停不下来 他大吃大喝 大口咬着鸡腿 随着最后一口热汤 缓缓流进胃里 他觉得 这种饱餐一顿的感觉 实在是太棒了 此时 千雪端着刚出炉的菜走了过来 那正是丘琳爱吃的烤乳猪 他希望丘琳吃了之后 能长点个子 突然 千雪看到了眼前震惊的一幕 卢比斯一个人 竟然把菜全吃光了 卢比斯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让千雪继续上菜 千雪表示 菜又不是给他一个人做的 而卢比斯却觉得 千雪很小气 说着 眼睛就盯上了他手里的烤乳猪 趁千雪不注意 他把烤乳猪抢了过去 未经允许 就将他一口吞下 还没等千雪开口阻拦 表示这是给丘琳的 烤乳猪瞬间就没了 只剩下一个空盘子 只见卢比斯擦了擦嘴角 表示他很羡慕丘琳 能有千雪这种美人惦记 卢比斯如此势力地做派 让千雪火冒三丈 他要求卢比斯马上出去 家里不欢迎他 卢比斯坐着不动 反而露出来歪嘴表情 这难道就是夜魂家 大小节的代客之道吗 听到这 千雪一脸震惊 问对方是什么人 是谁派他来的 只见卢比斯拿出了照片和徽章 告诉千雪 有人想要他的性命 问千雪 认不认识照片上的这个黄毛 千雪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李昂 但这跟李昂又有什么关系 卢比斯表示 他跟李昂的关系 还不如千雪这顿饭的交情 而且他告诉千雪 李昂已经死了 千雪听到这里满眼震惊 卢比斯指着这个徽章告诉千雪 他就出现在李昂的尸体旁 千雪看着眼前的徽章 认出了 这就是他送给丘陵的 难道是那天晚上自己喝醉之后 丘陵为了自己去杀了李昂吗 想到这 千雪为了不给丘陵增加麻烦 于是把这一切都承担了下来 他告诉卢比斯 这个就是自己的徽章 眼看千雪这么爽快就承认了 于是卢比斯不怀好意地走向他 看着千雪娇好的面容 卢比斯表示 他有很多种下流方法可以拷问他 不要过来 你这个变态 千雪不禁慌张了起来 他不断地向后退 卢比斯看着千雪 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 很快 千雪就被逼到了墙角边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高大的卢比斯 鼻咚在墙上 卢比斯看向千雪的眼神 一脸玩味 并且细血地问他 他和他的晚餐 哪一个更美味 说着便露出邪恶的笑容 说他也想知道 千雪到底是什么味道 而这个答案 在自己杀掉千雪之前 就会告诉他 就在千雪惊恐的表情中 卢比斯张开了他的大嘴 下一秒朝着千雪扑了过来 忽然 刷的一声 一支弓箭射中了他的腹部 就在卢比斯感到诧异时 千雪的袖口里露出了一个机关 原来他之前一直在演戏 就是趁卢比斯不注意时 发动暗器突袭 可这种攻击 对于卢比斯来说 简直就是无谓的抵抗 他一把拔出了腹中的弓箭 扔到地上 千雪趁机扭头就往外跑 并不断地向丘陵大声呼救 看到这 卢比斯不禁提起了兴趣 表示千雪喊破喉咙也没用 叫得越大声 他反而越是兴奋 卢比斯一个滑步就追了出去 很快千雪也跑到了外面 看着千雪逃跑的背影 卢比斯站在他身后 就像是在看一只猎物 他脸上扬起一丝得意的微笑 我说过 你逃不掉的 随后他深吸一口气 下一秒朝前方发出一声嘶吼 只见一道蓝色光波从他嘴里喷出 卢比斯的面目也变得猙獰恐怖 蓝色的光波朝着千雪的后背 猛然发射了过去 感受着这近在咫尺的冲击波 千雪这一次还能幸免于难吗 然而 这次就算喊破喉咙也没用 被卢比斯吐出的动感光波击中后 千雪重重地撞在了大树上 随着一声惨叫 整个人倒了下去 卢比斯看到千雪倒在了地上 嘲讽起来 堂堂夜魂家的大小节 只有这点实力 这也太让人失望了 千雪艰难地爬起身子 试图再次使用暗器 一只袖剑直直地朝着卢比斯射去 眼看袖剑就要射中卢比斯的脸 卢比斯瞬间用嘴巴咬住飞驰而来的袖剑 看到自己的暗器 没有伤害卢比斯分毫 千雪非常生气 这时 卢比斯也在嘲讽道 你只会射箭吗 千雪二话没说 直接又开始发动暗器 无数的袖剑朝卢比斯飞来 却被他一一躲过 卢比斯毫发未损 这时 卢比斯的耐心也被耗光了 他抬起手 就朝着千雪冲过去 他狠狠地掐住千雪的脖子 把他按在到一棵大树上 迫使千雪不能动弹 千雪抬起一脚 想给他一击 却又被卢比斯轻松躲过 没办法 他只好又使出袖剑 这次却被卢比斯一把掐住手腕 他嘲讽地说道 果然 夜魂族的公主 只会射箭 快要窒息的千雪 艰难地表示 不用他管 看着凶狠的卢比斯 千雪只希望 这时候 丘陵快点来救自己 就在千雪被卢比斯 按在地上摩擦时 丘陵却在和小雨有说有笑 为了让他加入千雪工会 丘陵可是煞费了苦心 并表示 还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迎接他 可是小雨仍然不明白 像他这种人 为什么还有人喜欢自己 丘陵则安慰起小雨 不要让他觉得自己弱小 虽然小雨此时 只是一名五阶法师 但是他的治愈之光 却可以把一名九阶的战士 救活十次 因为小雨的体内 蕴含着远超常人的魔力 只不过 他还没有掌握 控制魔力的办法 毕竟在上一世 他可是拯救了千雪工会的人 相信他就对了 这是丘陵 看向小雨的法杖 他想起来 小雨之所以控制不好距离 是因为法杖不匹配 等过段时间 一定要给他制造一个新的法杖 就在两人交谈间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怒吼 丘陵意识到 声音传来的方向 正是千雪的住处 这才意识到 大事不妙 于是 朝着千雪的住所飞快跑去 并且让小雨快跟上 千雪有危险 画面一转卢比斯这边 他看着眼前 手无腹肌之力的千雪 把手一松 觉得对付千雪 这么一个弱女子 实在是太没劲了 受到惊吓后 千雪贪软地坐在了地上 这时卢比斯怀疑 他根本打不过里昂 就他这种实力 也根本不可能是 夜魂族的公主 这也太让自己失望了 想到这 卢比斯转过身 打算去寻找丘陵 那个小子 说不定能让自己 稍微兴奋一下 当千雪得知 丘陵会有危险 连忙拦住卢比斯 说自己跟卢比斯之间的战斗 还没有结束 说完 他咬紧牙根 鼓足勇气 就朝卢比斯冲了过去 可对方根本不打算 连香西域 直接一脚狠狠 踹向了千雪的胸口 千雪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卢比斯不明白 明明自己 都已经放过他了 他为什么还这么难缠 谁知千雪依旧吃力地爬起来 身为千雪工会的会长 他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同伴 说吧 他便勇敢地站起来 大声地告诉卢比斯 不会让他伤害丘陵 并再一次朝卢比斯发起进攻 卢比斯看到难缠的千雪 觉得真的很头疼 眼前怒气冲冲的千雪 让他觉得很难办 随着一道魔力波动 千雪瞬间就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卢比斯仅凭一只手 就将千雪给牢牢定住 随后 把他按在地上 根本就无法动弹 他告诉千雪 乖乖在这个重力圈里不要动 却不想生后 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 上回说到 卢比斯把千雪定在一个魔力圈中 可没想到 千雪在十倍的魔力圈中还能动 还想突破他的束缚 他警告千雪 自己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如果他再这样不听话 就杀掉他 千雪勇敢地看向他 表示自己并不怕 卢比斯刚要抬手解决掉千雪 这时千雪看到一个高大的人影 突然出现在卢比斯身后 年轻人 你可别太狂妄了 还没等卢比斯反应过来 整个人如遭雷击一般 轰隆一声飞了出去 整个地面都为之颤抖 千雪看着来人泛着紫光的双眸 心想这个人仅凭意念 能力就如此恐怖 而被砸进废墟之中的卢比斯 也没想到 千雪居然还藏着这样的保镖 原来老人正是夜魂族的大长老 只见他屈膝在千雪面前 说自己救驾来迟 希望千雪可以原谅他 千雪却不以为意 声称自己早就不是什么公主了 大长老告诉千雪 自从他离家出走后 族长很是牵挂他 并派出自己和名家大公子狄克西 来神王大陆寻找他 而听到狄克西这个名字 千雪则流露出一丝厌恶 看着两人聊得挺嗨 卢比斯很快又站了起来 你们不会以为我死了吧 下一秒 他深吸一口气 朝大长老吐出来一口动感光波 随即就要在千雪和大长老 两人之间炸开 大长老冷笑一声 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 下一秒 他仅仅单手一挥 就将攻击轻松拦下 接着 如弯月一般的冲击波 朝着卢比斯迎面袭来 就在卢比斯吃惊的表情中 他很快被冲击波击中 发出了一声惨叫 连千雪也没想到 大长老的魔力竟然这么深厚 可卢比斯却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马上又站了起来 看着眼前实力担当的大长老 他不由得担心 这样的攻击力度 再被击中 几次他也就嘎了 千雪看到卢比斯又站了起来 还以为他没事 而大长老也感觉到 卢比斯这小子不简单 卢比斯则轻狂地表示 你这个老头已经成功激怒我了 画面一转 丘陵和小雨还在快速 朝千雪遇难的方向跑去 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他们已经跑了半天 还是一直在原地打转 根本跑不到千雪的家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遇到鬼打墙了吗 原来从刚刚开始 空气旧里凝固着一股强大的魔力 怪不得他们两个人跑了半天 还是回到起点 难道说这是幻术吗 丘陵也感觉到 似乎有什么东西盯上他们了 而丘陵的感觉是对的 他们的一举一动 早已被一只眼睛镜收眼底 那是一只长着单眼的黑猴怪 正在不远处 注视着两人的一举一动 正当丘陵观察四周的时候 突然从地下钻出了两条触手 紧紧缠绕着丘陵的双腿 而一旁的小雨 也被触手缠住了 这到底是什么 看着脚下的泥潭 果然跟丘陵想的一样 他们陷入了幻术 幻术让他们感觉陷进了沼泽地中 可眼前的幻术 会是假象吗 随着刷的一声 又一根触手瞬间缠住了小雨 她能感受到 这根触手正在自己身上游走 而且把自己勒得越来越紧 这种触感也太真实了吧 而丘陵依然觉得 这是幻术 只是非常真实罢了 很快 小雨的身体 就被触手五花大绑 她根本就喘不过气来 眼看小雨快要窒息的样子 丘陵貌似明白了什么 如果这不是幻术的话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这是一种空间转移术 他们被转移到了其他的空间 看着眼前的魔兽和周围的环境 这里应该是神王大陆的莲花沼泽 究竟是什么东西 能把他们传送到那么远的地方 但是看着眼前真实的魔兽 丘陵知道 眼下重要的是先解决这个家伙 只见触手怪张开了血盆大嘴 猛然朝丘陵一口咬下 在这危急关头 丘陵召唤出了神盒 只见他眼神一变 随着咔嚓一声 利刃穿过皮肤 丘陵一剑稳刺穿了魔兽的咽喉 魔兽很快喷出了一股绿色的老血 丘陵继续挥舞着手中的神剑 要将魔兽送上西天 随着一道剑影闪过 魔兽瞬间爆头身亡 原来在前面几次的战斗中 神盒的能力已经慢慢觉醒 丘陵通过击杀魔兽 能让神盒的实力不断增强 这就是神盒的第二神迹 断罪之剑 虽然魔兽被丘陵消灭了 可眼下 他们该怎么回去 丘陵毫不慌张 表示谁带他们来的 就该让谁带他们回去 就在两人商量对策时 独眼猴似乎听到了他们的讲话 他双手结印 再次对他们使出了空间转移术 只见丘陵和小雨身处的场景 再次发生变化 两人很快被传送到了别的地方 丘陵让小雨别慌张 小声说话 他能感觉到四周的空间里 覆盖着一股巨大的魔力 并且貌似觉察到了 前面有什么东西 说着便让小雨跟紧他 当他寻着光源走近一看 却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这个庞然大物一动不动 居然是一头圣玉魔兽地狱魔龙 而这里应该就是他的老巢 突然 熟睡中的地狱魔龙睁开了双眼 他嗅到了一股入侵者的味道 他张开血盆大口问道 是谁来了 丘陵一惊 没想到这只魔兽还能说人话 心想这下糟糕了 肯定是魔兽发现了他们 下一秒 只听轰隆一声 一只利爪伸了出来 丘陵认出了 这是一只通体幽黑的圣玉狮蝎 又有一头魔兽现身了 两头魔兽相见之后 还互相打着招呼 怎么了 你又想来挑战本王了吗 地狱魔龙不屑地说道 听到这 狮蝎发出一声怒吼 宣示着对地狱魔龙的挑战 看着眼前针锋相对的两头魔兽 小宇十分好奇 他们这是在干嘛 可丘陵却一把堵住了他的嘴巴 认真的告诉小宇 想活命就别出声 看着丘陵这副严肃的样子 一抹娇羞的粉红浮现在了小宇的脸上 认真起来的丘陵 真的是帅呆了 于是 两个人便躲在暗处 静悄悄地看着这一场魔兽对战 随着一声震耳欲龙的怒吼 地狱魔龙吐出一颗金珠 一场精彩的龙狮大战即将上演 地狱魔龙朝着对方嘲讽 一个九阶魔兽 凭什么能跟自己斗 说着就朝圣御尸蝎 吐出金色的光波 眼看这波攻击 就要打到尸蝎身上 尸蝎一个转身 反手躲过了一波伤害 却差点波及到了正在看戏的丘陵和小宇 而丘陵则认出了魔龙的技能 正是圣御魔法 毁灭风暴 而尸蝎也不甘示弱 浑身散发出了蓝色光波的圣御魔法 见状 口吐光波的地狱魔龙愣住了 自己发出的金色光波 竟被尸蝎完完全全地挡了回去 他没想到 这只叫萨克斯的圣御尸蝎 能力居然也达到了圣御状态 随着尸蝎的一声怒吼 两只魔兽之间的对战 似乎马上就要分出胜负 而地狱魔龙此时也加大了攻击力度 朝对方发射更多的魔法光波 而丘陵看着这一幕 也在思索 为什么这只狮蝎能和魔龙对抗 而此时 狮蝎大吼一声 瞬间就破了地狱魔龙的攻击魔法 并且抬起一爪 就把魔龙的头部按在地上摩擦 魔龙挣扎地站起身来 仰天长笑道 这不可能 然后再次朝狮蝎发起攻击 面对地狱魔龙重达三吨的甩尾攻击 狮蝎很快就被缠住了身体 狮蝎的两人也觉得 马上就要奋出胜负 狮蝎目前除了一只爪子以外 身体难以动弹 可他依旧没有放弃 他紧握爪子 咬紧牙根 下一秒 抓住魔龙的破绽 并挣脱束缚 朝着地狱魔龙的脖子一口咬去 而可怜的地狱魔龙 似乎都没有反应过来 随着一声痛苦的哀嚎 局势瞬间又发生了逆转 曾经叱咤一方的地狱魔龙 转眼之间就一命呜呼 看到这 丘陵两人大为震惊 万万没想到 结局竟然会是这样 随着脖子被狠狠咬断 地狱魔龙因为狂妄自大 而丢掉了性命 而这时候 狮蝎也开口说话 他称自己早就已经达到了胜域状态 为这次战斗准做了精心的准备 想不赢都难 可是丘陵却很好奇 狮蝎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不但骗过了神河的探测 还骗过了地狱魔龙 就在狮蝎转身离开时 几个蕴含着巨大魔力的光球突然出现 朝着尸蝎的方向猛然发射 还没等尸蝎反应过来 无数道恐怖的激光从天而降 它根本就来不及闪避 没想到地狱魔龙 还留着一个杀手锏 突然 空中的魔力激光失去了控制 在丘陵震惊的表情中 眼看小雨就要遭到攻击 电光火势之间 丘陵一把抱住了小雨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所有伤害 魔力激光全部打到了丘陵的身上 小雨看着为了保护自己而受伤的丘陵 心里不由地感动万分 可危险还没有结束 无数巨石突然从天而降 两人看起来 马上就要命丧于此了 丘陵和小雨的状况 先按下不表 再看向千雪这边 上回说到千雪危难至极 大长老赶来 从卢比斯手中解救出了他 可是卢比斯不服 非要和大长老碰一碰 大长老也不说废话 直接使出了自己的大招 心芒五剑 千雪在旁边不禁感叹 这卢比斯居然能让大长老认真起来 而卢比斯也觉得 能把魔力压缩成了实体 真的是太可怕了 只见大长老目光如炬 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在他的操作下 两道光剑向卢比斯直冲而来 卢比斯直接一个闪身躲过 这么快的速度 自己差点躲不过去 而这边大长老 却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他再次发动技能 又是一道光剑直冲卢比斯 卢比斯眼看着自己 就要躲不过去 只能伸手握住两道直冲而来的光剑 身体却在光剑的俯冲下 不住地后退 可见挡住这波攻击 花费了他不少功夫 卢比斯仗红了脸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好不容易挡住了这两波光剑 可大长老抬手一指 再次发动技能 卢比斯抬头望去 竟然还有一只剑直冲 自己就要落下 眼看这只剑 马上就要扎穿自己的脑壳 卢比斯灵机一动 竟然用口 接住了最后一只剑 这番操作 着实也给大长老也吓了一跳 而千雪也很惊讶 卢比斯竟然把大长老的剑吞了 而在卢比斯口中的那只剑 果然只剩不到半截了 没一会功夫 卢比斯发出咔咔咔的声响 把剩余不到半截的光剑吃下肚 他长呼一口气 在大长老凝视的目光中 又把另一只光剑 从树干上拔了出来 接着就往嘴里炫 边炫边说 他其实不想吃这个东西 一边吃着光剑 一边嘴里发出咔嚓的声音 看着卢比斯吃光剑 像吃干这一样嘎嘣脆的样子 不禁让千雪冷汗直流 卢比斯还边吃边点瓶 说魔力化成的东西 味道都不好吃 大长老可见不得卢比斯这副猖狂的样子 直接再次发动魔法 蓝色的光波 朝着卢比斯直冲而来 眼看着月牙状的光波 马上就要冲到卢比斯的脚下 卢比斯却依旧不慌不忙 还在吃着周围的光剑 大长老以为这次稳了 却不料想下一秒 卢比斯吞掉最后一口光剑后 直接朝地面上用力一躲 浑身便散发出金黄色的光波 这道金黄色的光波 直接挡住了大长老 对他使用的魔法攻击 随即变轰的一声 两道光波碰撞在一起 消失在空中 看到这一幕 大长老震住了 而千雪也被震惊到 刚刚卢比斯吃掉的魔法能量 竟然抵消了大长老的攻击 而此时的卢比斯更加张狂 觉着自己又行了 直接冲到了大长老面前 大长老不慌不忙告诉他 年轻人不要笑得太早 下一秒 大长老大手一挥 直接召唤出一个巨大的火球 看着他手里 这颗硕大的火球 卢比斯高兴坏了 以为自己又有魔法能量吃了 而一旁的千雪却急了 这么大的火球 自己的院子怕是保不住了 可是大长老却说 千雪的任何损失 都由他来赔偿 很快 巨大的火球朝着卢比斯扑面而来 卢比斯还洋装自己怕了 但是看向火球的眼里充满兴奋 这么高密度的魔法体 他可是从来没有吃过 既然都送上门来了 那也没有退路了 卢比斯双腿站定 伸手便迎接这颗巨大的火球 随着大长老不断发动魔法 控制火球向卢比斯逼近 卢比斯眼看快要吃不消了 但是他还不忘记嘴炮 而大长老却表示 以他的能力 将来如果好好修炼 一定是个强者 现在他最不该做的 就是与自己为敌 卢比斯似乎也快要撑不住了 眼看就要被聚火吞噬 随着华的一声巨响 周围的温度顺势升高 出现了一片火海 而火焰的温度 似乎连空间都要被融化掉 卢比斯也被巨大的火球瞬间锁住 可下一秒 火球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缩小 就在大长老和铅血震惊的表情中 卢比斯居然把整个火球给吃了 不一会功夫 最后一道火苗就被吞进腹中 看来他的极限比他想象中的更强 卢比斯刚要得意地发出嘲笑 可下一秒 他表情突然一变 肚子里传来了一阵刺痛 疼得他哇哇大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大长老在刚才的火球里加入了 他特制的千魂夺命毒药 为了对付卢比斯这奇怪的能力 他怎么可能不留一手 只见卢比斯愤怒地握紧了拳头 真的是卑鄙无耻 下一秒 他的身体就迸发出几道恐怖的火焰光圈 冲向对面 面对反弹回来的火焰攻击 只见大长老单手握拳 瞬间形成了一个防护罩 将千雪和自己两人牢牢保护在其中 只听滋的一声巨响 两股能量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千雪万万没想到 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在两股能量发生碰撞之后 巨大的火势顺势烧毁了周围的树木 还好大长老和千雪在保护罩内 躲过了火焰的攻击 看着眼前化为灰烬的环境 和保护罩内安然无恙的二人 一抹鲜血从卢比斯的嘴角流出 虽然自己很能吃 但奈何与对手的实力实在相差悬殊 只见大长老的掌心再次凝聚魔力 随着啪的一声 击到魔力漩涡突然出现 下一秒 树到银色铁链从漩涡里钻了出来 还没等卢比斯反应过来 后背就被铁链稳稳扎中 不禁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 很快 卢比斯的身体就被铁链牢牢锁住 把他禁锢在原地 使他动弹不得 此时 卢比斯依旧没有放弃 随着一声怒吼 猛然朝大长老发起了进攻 只见他紧紧握住拳头 强忍着后背传来的刺痛 表示就算是死 也要把大长老给活活咬死 大长老十分不屑地表示 卢比斯是条疯狗 看着向自己猛冲而来的卢比斯 他丝毫不慌 面对卢比斯最后的垂死挣扎 他只用一根手指 瞬间就让卢比斯动弹不得 他让卢比斯 最后再呼吸一口这个世界的空气 只听砰的一声 卢比斯瞬间失去了意识 年轻人 你安息吧 随着扑通一声 卢比斯跪倒在地 很快没了反应 他现在已经被大长老打穿了脑壳 翻起了白眼 大长老也自信地表示 他已经解决掉了卢比斯 就在他转身离开 要与千雪道出自己此行的目的时 他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只见一股强大的能量 从卢比斯身上传来 就连他额头的伤口 也在快速恢复 下一秒 一道红色的能量 将卢比斯全身覆盖 很快就把他牢牢裹在其中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连大长老 也是生平第一次所见 这个红色能量体 好像是有着自己的意识 正在拯救卢比斯 看到这 大长老单手结印 他要试一试 这个红色能量壳的威力 只见漩涡之中 链条再次出现 可当触碰到红色能量壳时 却被反弹了回来 可见 这个红色能量壳 真的很硬 两人对卢比斯的身份 更加猜不透了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随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传来 里面的人 显然已经恢复了过来 而大长老此时 也感觉到神亡大陆的人 果然各个深不可测 不容小觑 而在丘陵这边 随着轰隆一声巨石杂落 危急关头 丘陵召唤出了铁角牦牛 护住自己和小宇 好不容易才躲过这一劫 这是几滴鲜血落在了小宇的脸上 他看到丘陵嘴角流出了一抹鲜血 并吃力地喘着大气 随着铁角牦牛最后的一声嘶吼 他的身体慢慢消失 丘陵用牺牲了一头魔兽的代价 保护了他跟小宇 看着铁角牦牛消失得无影无踪 丘陵感叹道 这一次总算是硬扛了过来 但是他的身体也受到了不小的损伤 小宇看到丘陵受伤了 表示自己马上要为他治疗 可是丘陵告诉他 他先前治疗山中会长已经耗尽了魔力 再治疗下去 他将会性命不保 或许可以利用那两只魔兽 让自己恢复 虽然无法越击吞噬两只圣域魔兽 但是他们身上肯定有不少宝贝 丘陵朝地底下看去 尸蟹倒在了地狱魔龙的身边 两只魔兽的对战 结果似乎是两败俱伤 他们此时全都奄奄一息 马上就要死掉 此时一抹绿色的粘稠液体 从尸蟹的嘴里冒了出来 丘陵定睛一看 这竟然是浮游骨 难怪尸蟹能隐藏自己的等级 就是因为它的等级被浮游骨给篡改了 并且还骗过了神盒 因为浮游骨的能力 可以篡改圣域以下的任意等级 想到这丘陵眼神一亮 如果能把浮游骨吞噬了 自己的实力将有致地飞跃 自己绝不能放它跑 想着便起身去追赶浮游骨 而浮游骨还悠哉悠哉地低飞在空中 丘陵顺势冲了过来 还没等浮游骨反应过来 只见丘陵快速召唤出神盒 称自己要收下它的能力 它一把按住浮游骨的脑袋 随着吞噬技能的发动 浮游骨也慢慢失去了意识 而在一旁观看 丘陵这番操作的小语 却不明白 他这是要干什么 画面一转 在千雪和大长老这边 他们突然听到一阵声音传来 下一秒 包裹着卢比斯的球体 突然燃烧了起来 只听咔嚓一声 火球破裂 一只红色的兽招 猛然伸了出来 在大长老震惊的表情中 一条肥瘦的尾巴轰然砸下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 一只满嘴獠牙的魔兽 破壳而出 此时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大长老万万没想到 卢比斯这小子 本体竟然是一只凶兽饕餐 上回说到 丘陵看到一只浮游骨 正在吞噬它的能量 一阵操作过后 很快丘陵就吸收完毕 他盘坐下来 感受着体内新的能力 如果浮游骨能篡改自己的等级 那就意味着 他能越急吞噬这两只圣域魔兽 忽然 丘陵眼前泛起一道梦幻的紫光 原来他进入了神河内的吞噬领域 被吞噬的魔兽都会在这里出现 可是之前为了保护 他跟小雨的铁角牦牛 已经不在了 突然 丘陵发现 怎么连神河也跑出来了 不就是吞噬两只圣须魔兽吗 怎么都像没见过世面一样 原来为了能让丘陵承受 圣域魔兽的魂力冲击 所有魔兽都献出了自己的灵魂之力 随着神河吞噬技能的发动 四周的魔力向中心快速聚拢 只见一道耀眼的光芒滑破天际 小雨吃惊地看着丘陵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而丘陵知道自己要抓紧时间 不然这两只圣须魔兽就要嘎了 而正是由于浮游骨篡改了他的等级 所以他现在可以自由吞噬 这两只圣域魔兽 只见丘陵交叉双手 朝着两头圣域魔兽 发动了吞噬技能 只听咔嚓一声 空间中突然落下了无数道黑色闪电 感受着巨大的灵魂冲击 丘陵咬紧了牙根 之前地狱魔龙的攻击 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损伤 再加上这股巨大的冲击力 他只能勉强支撑 很快 丘陵的脸上布满细密的汗珠 心脏传来了一阵刺痛 他告诉自己绝对不能晕过去 必须要撑住 看到这 小宇不禁担心了起来 作为治疗法师 在丘陵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不能见死不救 他站起身来 看着快要撑不住的丘陵 脑子里不断闪现丘陵 对他说过的话 片刻功夫以后 只见小宇眼神坚定 下定决心 纵身一跃奔向了丘陵 小宇鼓足了自己的勇气 这一刻 他只想让丘陵好好活着 因为小宇觉得自己 一直是被人嫌弃的废物 只有丘陵将自己视为同伴 这一次说什么 自己也要抱紧这个大腿 小宇一咬牙 就要用尽全身力气 对他施加治愈之光 而丘陵眼看自己 就快不行的时候 突然看到小宇出现在自己面前 虽然小宇脸上还在流着血 但是他仍然非常勇敢地 靠近丘陵 可就在他身手 快要触摸到丘陵时 忽然黑色雷电 猛然朝他袭来 在小宇不甘的眼神中 只听啪的一声 小宇如遭雷击 身体瞬间被震飞了出去 随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嘴里吐出一口鲜血 丘陵不忍地看着这一幕 问他 这是要干什么 谁知小宇艰难地爬了起来 一字一句地告诉他 作为治疗法师 要时刻观察队友的动态 在第一时间 给予相应的补救 这可是 都是他教自己的 小宇看向丘陵哭着说 你不是说我们是同伴吗 你不是问我 之前想不想要真正的同伴吗 说到这 小宇站起身来 眼神坚定 与其肯定 大声表示 自己想与丘陵一起冒险 同生共死 永不分离 丘陵感受着 小宇的决心 觉得 这才是他上一世 所认识的小宇 想到这 他从嘴里吐出了 蛟龙的内丹 内丹朝小宇缓缓飘去 小宇不解 难道是要用内丹 来治疗丘陵吗 丘陵告诉他 这颗内丹 因为救了白毛 已经失去了治疗效果 他让小宇抓住他 就在小宇的掌心 触碰到内丹时 一股能量 瞬间传遍全身 下一秒 小宇连续突破了两极 升级成为了 期间的治疗法师 小宇勇敢地 一步一步地走向丘陵 在两股能量的 剧烈碰撞下 小宇终于来到了丘陵面前 只见他使用治愈之手 一把按在了丘陵的头上 这回 他终于触碰到丘陵了 小宇也得到了丘陵的夸奖 在小宇的治疗下 丘陵的伤势 很快得到了恢复 而接下来 就轮到他上场了 丘陵感觉到 自己被治疗得差不多了 于是提示小宇 让他往后退下 他就要开始装逼了 随着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 一股恐怖的力量 瞬间从丘陵的身体爆发 感受到这股磅礴的力量 小宇连眼睛都睁不开 在丘陵的开挂能力下 他终于大功告成了 而神河也因为吸收了 两只圣域魔兽 进化到了第三形态 他现在能让丘陵 变化出三种极限形态 分别是力量 速度和防御 虽然在使用一种极限状态时 其他属性会丢失 但只要有队友的配合 这个能力就可以所向披靡 这一次的收获实在是太大 眼下唯一的难题是 他们该怎么出去 丘陵告诉小宇 他们这次的遭遇 应该是故意有人使用时空魔法 带他俩来到这里 只见丘陵微微一笑 下一秒使用技能 神河探知 随着探测范围的不断扩大 很快就发现了 躲在不远处的独眼猴 在他惊恐的表情中 丘陵邪眉一笑 忽然就消失在了原地 还没等独眼猴发动技能 丘陵就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这回看他往哪里跑 画面一转 大长老万万没想到 卢比斯竟然是胜受饕贴的后代 可当他变身 成为饕贴后 第一时间却扭头就跑 大长老却表示 既然跑了就跑了 如果真的是饕贴之子 他也根本就惹不起 而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将千雪带回夜魂族 他向千雪表示了 自己此行来的目的 千雪却执意拒绝 说他早已跟父亲断绝了关系 大长老又提到 这次狄克西也来了 也很思念千雪 听到狄克西的名字 千雪脸上再次露出厌恶的神情 他表示自己现在在神王大陆 活得很开心 更何况 他现在遇到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听到这 大长老不屑地说道 如果他真的值得你信赖 为什么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却不出现 这一问 把千雪给难住了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丘陵这么晚还没回来 随着大长老的一阵笑声传来 他告诉千雪 神王大陆鱼龙混杂 这里的人不可能信得过 随时可能会为了一些小恩小惠 将千雪抛弃掉 可千雪依旧相信自己的直觉 坚信丘陵一定会回来 眼看说不动他 大长老随手一挥 将一只箱插向地面 告诉千雪 这只箱可以烧三个小时 在烧完之后 如果丘陵还没有出现 那他就要跟大长老回去 千雪不知道的是 此时大长老的心里也在疑惑 为什么派出去的魔宠还没有回来 千雪现在心里满是丘陵 他不知道丘陵到底在做什么 如果丘陵再不回来 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很快 三小时过去 香也燃尽 千雪的心也慢慢凉了 大长老表示 时辰到了 但他不理解 为什么丘陵没回来 自己的魔宠也没回来 但现在还是得赶紧带千雪回去 这时千雪仍然不想走 还想等待丘陵 他希望大长老考虑好 带走他的后果是什么 就在大长老准备强行带走千雪时 突然不远处亮起了一道蓝光 一个魔法阵凭空出现 来着正是丘陵和小羽两人 当看到丘陵回来后 千雪高兴极了 上回说到 千雪看到丘陵回来很开心 但是他也在责备 为什么丘陵回来这么晚 丘陵赶紧解释 是被手中这个独眼猴给拐走的 只见独眼猴腾空一跃 直接跳到了大长老的手中 看着大长老抚摸着自己的魔虫 丘陵这才意识到 原来这只魔兽是由主人的 大长老催促着千雪 让他赶紧跟自己回去 但千雪很生气 他没想到 竟然是大长老搞的鬼 大长老表示 他只是不想看到 千雪跟一群杂鱼混在一起 才这么做 并且坚持让千雪跟自己回到家族 千雪听着他的口气 觉得他很像自己的顽固的父亲 他再次表示自己 早与父亲断绝了关系 大长老健壮 又搬出了他死去的哥哥 继续游说千雪 但千雪更生气了 他让大长老不要提起他的兄长 他觉得夜魂族的人 都不配提起兄长的名字 见千雪执意要离开 大长老还想再多说两句 因为自从千雪的哥哥死后 他成为了夜魂族唯一的继承人 他扑位千雪 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 丘陵听到这里忍不住了 他开口打断大长老的话 表示只要有他在 不会让千雪受任何一点委屈 大长老一听 马上把视线转移到丘陵这里 他不懂为什么丘陵还能活到现在 明明自己的魔宠带他们去的 都是吉凶之地 虽然他不知道 丘陵是怎么取得了千雪的信任 但希望丘陵能懂点事 马上离开千雪 而丘陵表示自己不懂事 就不离开千雪 直接挡在了大长老的身前 看到这小子竟然如此嚣张 只见大长老眼睛一瞪 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袭来 可丘陵却跟没事一样镇定自若 大长老都惊呆了 这小子在自己的威压之下 居然毫发无损 只见丘陵一只瞳孔 顺势变成紫红色 甚至还能与大长老的威压相互抗衡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丘陵觉得 面前这个老头 几次三番想杀掉自己 而自己也不需要对他手下留情了 他眼神一变 突然身后浮现出地狱魔龙的虚影 在大长老震惊的表情中 丘陵突然单膝下跪 一抹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虽然地狱魔龙被丘陵跨及吞噬 但他的力量依旧十分可怕 随着砰的一声 两股抗衡的魔力很快奋出了胜负 地狱魔龙释放的能量 甚至让丘陵受到了反伤 但是大长老似乎也伤得很重 鲜血染红了大长老的白须 丘陵反问道 大长老怎么还不杀掉自己 大长老看着眼前的丘陵 直呼 神王大陆 真的恐怖如斯 他没想到 这小子的实力竟然如此可怕 而丘陵再次表示 要想带走鲜血 就要从他的尸体上跨过去 看到有他这样的强者 在鲜血公主身边 大长老也安心了 眼看自己不是丘陵的对手 大长老便转身离开 放过了鲜血和丘陵 但是丘陵仍然没有放下警惕 他觉得大长老就这么扬长而去 接下来肯定会很麻烦 但是现在想这些也没有用 他招呼小雨 先去吃点东西 小雨看到丘陵这处神情 也能感觉出他现在心情不好 丘陵来到鲜血的房门前 轻声敲着房门 让鲜血出来吃饭 而屋内的鲜血 落寞地把自己缩成一团 让他们先吃 他告诉丘陵 厨房里还有一只烤鸡 他现在只想静一静 不想出去吃饭 看到烤鸡上桌 小雨馋得直流口水 他迫不及待地 从烤鸡上撕下一只鸡腿 大口咬下 一边啃一边发出滋滋的声音 吃着吃着 小雨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劲 他举起另一只鸡腿跟丘陵说 这只应该给他吃 但是丘陵却让他放心吃 他自己本身不爱吃鸡腿 他让小雨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就好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而且 鲜血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房间 他告诉小雨 现在他有点累了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谈 与此同时 鲜血在自己的房间内 也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画面一转 大长老放过鲜血他们之后 来到了一个岩洞 此时一个金发男 正沐浴在岩浆中 原来他是鲜血的未婚夫 名王狄克希 正是他指使大长老将鲜血带回 没想到 半路却杀出了个丘陵 狄克希不相信 神王大陆 还会有这种强者 他嘲讽堂堂叶魂族的大长老 竟然被丘陵吓成这样 他表示自己继承王位后 第一件事 就是毁了叶魂族 听到这 大长老冷汗直流 这两大家族 难道不是亲家吗 狄克希冷笑一声表示 他才不会真的喜欢鲜血 鲜血只不过是他的父亲 给他的一个玩物罢了 而他现在只想收回他的玩具 他要让鲜血知道抛弃主人的下场 顺便看看鲜血那副绝强的表情 说着狄克希发出一阵不怀好意的笑声 他从岩浆中站起身来 随着刷的一声 周围的岩浆 全部围绕在狄克希的周围 转眼间 这些岩浆就幻化成了一副铠甲 狄克希从岩浆中走出 带着一身王霸之气说道 鲜血 本我 狄克希告诉大长老 现在没大长老什么事了 他会亲自将鲜血带回名家 并且让他跟自己玩婚 所有的朋友都杀光 就像当年他哥哥死掉的样子 随着一阵笑声 狄克希消失在了大长老的视线里 大长老感叹道 难道夜魂族千年的辉煌 真的要毁在他手里吗 画面一转在魔兽森林 夜幕降临 一轮弯月挂在空中 在月亮旁边 有一只猫头鹰 正静静地盯着前方的怪兽 没错 他正式幻化成滔铁的卢比斯 随着他发出了一阵滋滋的声响 下一秒 滔铁的身影渐渐缩小 卢比斯又变回了一身红发 八块腹肌的人形 可卢比斯也太可怜了 刚被打了个半死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现在又被一群野猪给盯上 这群野猪把卢比斯包围其中 显然是将他当成了自己的猎物 看着双眼泛红光 凶狠的野猪 卢比斯生气得大吼 难道这个世界 就没有劳资的容身之处吗 果不其然 下一秒 野猪就要倒大霉了 卢比斯放大招的声响 连猫头鹰都吓了一跳 只见他口吐光波 全部打到了野猪的身上 野猪们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在卢比斯坚硬的铁拳面前 野猪们显得弱小不堪 一只又一只的野猪 被卢比斯揍到双目眩晕 这画面让猫头鹰都觉得十分血腥 不忍直视 不过卢比斯也因此负伤 很快 野猪们就被卢比斯轻松团灭 正在这时 卢比斯的肚子 传来一阵咕噜声 跟大长老的那场战斗消耗太大 看着眼前送上门的大坨猪肉 不知道它的味道会是怎样 野猪却还在做无味的挣扎 看向卢比斯 发出吼吼的声音 却不知道 自己马上就要面临被吃掉的命运 与此同时 一直在暗中观察的猫头鹰 却悄悄飞走了 它飞进了波顿的府邸 原来这只猫头鹰 正是波顿派出去监视卢比斯的 猫头鹰把自己 在魔兽森林中的所见所闻 全都告诉了波顿 这时 老管家过来询问 卢比斯是否已经杀掉千雪和丘陵 波顿微微低头 表示 卢比斯已经失败了 波顿没想到 夜魂族的人会 直接介入 而卢比斯中了 夜魂族的秘质毒药 只能让他自生自灭 但是老管家听到后 却一脸担忧 毕竟自从里昂死后 卢比斯是波顿的唯一继承人 没想到 波顿却一脸厌恶 直言卢比斯不配做他的儿子 他的出生 就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 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个 不仁不轨的儿子 感到羞耻 但老管家则表示 这样波顿家就后继无人了 但波顿却说 即使把资产捐给慈善机构 也不会传给卢比斯 而他还有更多合适的人选 接着就问起了 老管家儿子的年龄 表示 如果让他的儿子 过来继承也可以 但是 老管家却并不同意 因为他的儿子 跟波顿没有血缘关系 但波顿却表示无所谓 毕竟老管家 已经服侍波顿30年了 随即他吩咐 老管家 可以把家人都接来神亡大陆 跟他们团聚 一听这话 老管家感动得老泪纵横 对着波顿连连磕头 表示自己当牛做马 也要感谢他 画面一转在卢比斯这边 不一会 这顿送上门的野猪外卖 很快就被他啃了个金光 因为中了大长老的剧毒 现在卢比斯的肚子 是又饿又疼 他站起身来 想去魔兽森林里寻找 其他可以吃的东西 毕竟身为一个饕贴 就是要死 也要做一个饱死鬼 想到这 他便大踏步地走进魔兽森林 他绝对不可以让自己饿着肚子 另一边在千雪家中 小雨已经呼呼大睡 进入梦乡 而丘陵正在房顶思考着人生 在他重生之后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很多东西跟上一世不一样 就比如现在他担忧的狄克希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这一世 一定要好好保护千雪 想到这 千雪突然来到了身边 他问丘陵在干什么 他说他一直在想丘陵 根本睡不着 听到这 丘陵一脸疑惑 千雪这个钢铁直男如此反应 他觉得很无奈 直接一屁股坐在了他的身边 随后躺了下来 他告诉丘陵 自己好像喜欢上他了 该怎么办 可丘陵这个钢铁直男却不识去 他的眼里只有大敌当前 但千雪才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打直球 问丘陵喜欢自己 还是讨厌自己 丘陵再直男 也知道自己不能说讨厌千雪 那既然不讨厌 那就是喜欢我对不对 千雪一脸欣喜地看向他 你一定喜欢我是吗 这一问 把丘陵都给难住了 看着千雪认真的双眸 和期待的神情 他如果说不是 一定会让千雪伤心的 丘陵害羞地低下了头 裤子都快被他抠破了 终于小声 说出那四个字 我喜欢你 听到这 千雪都高兴坏了 整个空气都弥漫着恋爱的酸臭味 下一秒 他一把搂住丘陵 就要跟他开启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 可丘陵却握住了千雪的手 他觉得他们的进展太快了 他对自己还不够了解 而且他还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他 谁知千雪却微微一笑 表示没关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他不需要了解丘陵的全部 他只想了解 丘陵想让他了解的样子 因为 他喜欢现在这个 能给他带来安全感的男人 想让丘陵一直像现在这样 留在自己身边 永远都陪着自己 可丘陵却认为 现在自己还不配做千雪的恋人 千雪不理解 他到底在自卑什么 丘陵缓缓开口 担心自己的实力太弱 根本没办法保护千雪的周全 但终有一天 他会为了千雪 打下整个神王大陆 那时候 不管是夜魂族还是民族 都不敢再动千雪半分 看着丘陵这副认真的样子 千雪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还以为丘陵 是因为自己的身高而自卑 原来是知道他的身份后 有了顾虑 毕竟那是世间 最强大的两个家族 不过千雪 让丘陵不用担心 他是不会让他们 妨碍到自己的 他要跟丘陵一起 走遍神王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有人敢来拆散他们 就把他们全杀了 看着千雪 这副放着狠话 又娇滴滴的模样 丘陵也没话可说了 只见千雪轻轻抚向丘陵的脸颊 告诉丘陵再拒绝 他就要生气了 感受着千雪掌心的温度 丘陵顿时害羞地说不出话来 下一秒 他让丘陵闭上了眼睛 在月光的照耀下 两人上演了深情的一吻 另一边 狄克西正准备出发寻找千雪 可却想起了一件事 他忘记问大长老 关于千雪的位置 因为觉得麻烦 他也不想原路返回询问清楚 他觉得夜魂族都能办到的事 他狄克西一样能做到 突然间他感觉踢到了什么 狄克西低头一看 居然是一堆野兽的骸骨 而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咀嚼声 那正是在大吃特吃的卢比斯 他正举着一截野兽的尾巴 吃得津津有味 这难道是野人吗 居然吃生肉 这让狄克西感到一阵恶心 此时卢比斯也注意到了眼前的男人 狄克西觉得 正好自己找不到路 那就先拿这个野人热热身吧 卢比斯看向眼前不怀好意的人 问他为什么要打扰自己吃饭 野人能开口说人话 倒是让狄克西一愣 但他很快回过神来 表示什么事都没有 还没等卢比斯反应过来 狄克西一脚踢向了他的脑袋 而卢比斯因为元气还未恢复 被狄克西打得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这种碾压弱者的感觉 让狄克西觉得很爽 他把卢比斯不断地踢向空中 并不理会卢比斯此时痛苦的表情 而他则很享受着这种暴力的施虐 随着狄克西不断对卢比斯施虐 卢比斯也察觉到 对方的攻击很厉害 再这样下去 他马上会死掉 只见狄克西把卢比斯高高从空中砸下 卢比斯被狠狠地摔到了地上 下一秒就是被狄克西疯狂地踩在地上蹂躏 卢比斯只感觉到 自己全身的骨头似乎都要碎了 一番施虐过后 狄克西的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果然只有火焰和杀戮 能让他如此兴奋 发泄完自己的虐待 狄克西意识到 接下来该去找千雪了 可是他该到哪里去找千雪 然而 坏人总是有一肚子坏水的 狄克西突然腾空而起 他居然想到 用火烧房子的方法 把千雪逼出来 此时 卢比斯还可怜兮兮地趴在地上 现在他全身的骨头都碎了 这一次 他真的要死了吗 他还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就在卢比斯绝望的时候 一个人影走到了他的身边 竟然是夜魂族的大长老 大长老看着只剩一口气的卢比斯 表示自己不会让他就这么死掉 话音刚落 只见独眼猴发动技能 空间转移 很快他们就消失在了原地 而在城镇这边 居民都觉得 天上似乎有一个人 他们抬头向天上看去 一个人影在太阳的映射下 悬浮于空中 他正是民族王子狄克西 此时 他如同居高临下的君王一般 俯盖着下方的蝼蚁众生 在百姓们惊恐的表情中 只见他缓缓抬起右手 这帮剑民 好像还不知道 今天他们的命运将被改写 随着魔法阵的发动 一头魔兽被召唤而出 只听一声君临天下的怒吼